出星河 放人 我前一脚刚离开鹰邦 后一脚鹰王叔叔就给我送大礼来了 可多谢您的关照啊 贤侄本事这么大 是我小看了你 把他们给放了 你要的赔偿我带来了 一手交钱一手放人 先放两人 等我确认赔偿后再放最后一人 多谢帮主相救 贤侄可真是内敛 当初若是我能狠下心来 也不会有今天了 当初若是我爹能狠下心来 你也不会有今天 长江后浪推前了 这一波我认栽了 那树是 应该是传说中的火魂树 火魂树在此 我当求一颗火魂果 可不是谁都可以得到我的恩赐的 你火到不契合 没有这份机缘 既然见到你 就有机缘 好强 不愧是除了宗主之外 蓝帝姓的第一高手 想要硬来是吧 那就掂量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耐了 不给我 就休怪我强夺了 帮助好厉害 八戒的实力 这是我一辈子追逐的境界啊 哼 我爹身为蓝帝姓最强的行动武者 当然不会怕那是妖魔 火魂树能不能顶得住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咱们还是先躲躲吧 兄弟别怕 万事有我 他伤不到你们的 你什么呢 我火叫板 我炸不死你 不愧是魔魂树 来日再来掏骨 这回大哥知道 我落败的滋味是怎样的了 这一招果然好事 省心省力 你还有多少火灵柱 再给我几颗棒棒身怎么样 星河 火灵柱你可得省着点用 每凝结一颗火灵柱 都需要仅百年以上时间 好吧 听你的 接下来 我要前往石狗星 去救灵儿了 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应该能与星辰图 更加契合 到时候 必可以兑现对你的承诺 那就好 我可等着呢 你早去早回 用不了多久的 短则一年 长则三年 你还想要火灵柱 我不是给了你十颗吗 再多真没有了 嗨 瞧你说的 我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吗 我想要几颗火魂骨 还有什么火星石 以及各种天才地宝 星空古路危险重重 你不给我一点帮身 我可不保证 能不能安全地返回来 你这还不是贪得无厌吗 不愧是星空古路的第一站 天火星啊 不仅让我的朱雀星魂 突破至四阶境界 还收获了大量的天才地宝 早就听闻天火星 是一处风水宝地 来此一趟 果不其然啊 师姐 你干嘛 帮你存着 用来重建星辰村 还没有取过门 就被拐成这样 要是取过门 还了得吗 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吧 宝贝我收下了 拜拜 这里便是石狗星 星空古路的第二站 距离天火星 算是比较近的生命行星 在这里 生存的生灵与狗妖族 有着莫大的关系 传闻 天狗十月 便是由这星辰中的天狗生灵 在进行吞月修行 事实上 在石狗星中 天狗族是被称之为 神族的最强象征 有天狗出现的地方 众生灵必膜拜 石狗星 恭迎少主 光临寒舍 严重了 此次打扰狗老 是有一件事 想要狗老帮忙 请您务必答应 少主请说 老九亦不容辞 用不了多久 便有几名人族 前来此处 这是他们的模样 请狗老 务必要将他们生情 与本少有大作用 少主交代的事 老朽自然不敢怠慢 只要他们来到这里 绝对会将他们拿下 献给少主 很好 这回我要让楚星和他们 插翅眼飞 使狗星 遍地都是狗 若招惹他们 他们会穷追不舍 并且召唤同伴一起攻击 最可怕的是 他们的狗鼻子很灵 只要被他们闻过的气息 便休想躲过他们的追踪 只怕那霸天标 也是利用这一点 联合狗族对付我们 小冯 你说在这里 有你爹以前的朋友 你可知道路怎么走 我没来过这里 只知道我那死鬼老爹 吹嘘过 使狗星上有一名 叫狗剑客的强者 是他的结拜兄弟 很有名气 但能不能找到他 我也不清楚 找不找得到他 一切随缘吧 我们还是先找到 灵儿的下落再说 使狗星最著名 最神圣的地方 是天狗神山 一般生命来到这 都会去天狗神山求拜 如果我料想不错的话 丽娜肯定会带灵儿 去那等着我们 这里是距离 天狗神山最近的集市 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补给一些必需品吧 嗯 好 你们可认识狗剑客 人说你敢骂我们 找死吗 好大胆子 干掉这两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垃圾 对对不起对不起 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是想找一名 叫狗剑客的家伙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 嗯 嗯 我只想跟你们打听一个人 你们就要拔剑香香 不自量力 哎呀 我都劝过你们了 你们不听 现在可以好好回答 我们的问题了吗 外来的家伙 外来的家伙也配欺负我们 你们等着吧 来人呐 来人呐 你们这样也未免太不讲道理了 我就只是想跟你们打听点事情而已 臭小蛋 你远上大事了 你等着吧 你别跑 哇 好多狗啊 就是他们 不把我们世界门放在眼里 不要让他们逃了 好大的胆子 让他们见识一下 我们的世界指挥 人多 先撤喽 站住 这么逃不是办法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好 我来对付他们 好快 小风的剑术 已经可以跟四界舞者媲美了 他的剑意 更加纯粹了 他坚持来行攻古路 目的 便是为了变得更强 让他好好磨一磨 后面 还会有很多硬仗要打呢 这人族的剑术很不错啊 搞事 你去对付他 另外两人 由我们俩去对付 放心吧 我会把他的狗头 是人头 给斩下来的 三只四界以上实力的狗头人 你们这样的 不配当剑客 你又算什么东西 敢在我们世界门面前弹剑 让你好好尝尝我世界门的剑术 你的剑术 这是一个笑话 看我的寒流极箭剑 人族女 长得还挺漂亮的 不如给我当媳妇吧 你们是什么东西 你们是什么东西 我叫狗不理 是世界门的长老 五阶强者 对面那个叫狗蛋 四阶强者 狗不理 你笑什么 没什么 人狗说图 好好当你的狗吧 不不 我也有一半人族血脉 和你也挺配的 来 让我看看 狗一般的剑法 是怎么样的 猪血星魂已经突破了 接下来 先突破玄武星魂 玄武掌 狗 狗剑术 速度居然这么快 浪潮之力 翻江倒海 你这得见识 これ 有什么 挑战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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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我就不信 我会输给你这个低级的无耻 疯狗乱投 全无假 狗子又不过如此 听听听误会误会 错了错了 你说误会就误会 我们只是打听一个家伙的下落 你们就直接动手 那您就是仗势欺人 都是那些不懂事的家伙干的事 你先停手 我去教训他们 让我再抽一会儿 你皮粗肉厚的 多挨几遍也没啥事吧 大小姐 求求你饶我一条狗命吧 你只算一个箭手 而不能算一名剑客 好了 我觉得现在可以好好谈谈了 你们认不认误一个号称为狗剑客的家伙 据说他是使狗心第一剑客 原来你们找他呀 什么狗剑客 分明就是狗盗渣 天天吹自己天下第一 却是经常骗吃骗喝 人人寒打 现在就住在城隍庙那边呢 真有这么不堪吗 当然了 我们是剑门门主才是天下第一剑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和这小女孩 滚吧 怎么样 还去看看吗 去 我爹不会骗我的 既然找到了 那就去看看吧 说不定有什么机缘 那我们走 向城隍庙出发 不会被那个家伙给骗了吧 有可能 韩七伯之子韩晓风 前来求见狗剑客前辈 走吧 有酒吗 那来的狗东西 吓死人了 什么狗东西 没礼貌 先叫我天下第一狗剑客 有没有酒啊 有 二叔 住嘴 你耍两剑给我看看 真有天下第一之名 这酒 我送你 我出剑 必见血 可不是随意玩耍的 不过 与你们相遇 也是一种缘分 还是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罪剑 这是什么 应该是罪狗子耍剑吧 应该是罪狗子耍剑吧 我给你 对 就能吃 是罪狗子耍剑 我以为你 你应该是罪狗子耍剑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不许你 我以为你 就不得了 酒香味了 可能是认错人了 咱们走吧 你们别走啊 还没告诉我 你们找我什么事呢 我们认错人了 打扰了 不不不 我记得有一个叫韩奇博的家伙 曾经还来向我问过剑头 他那三两下子 还是我教的呢 放屁 我爹是顶级的剑客 剑术怎么会是你教的 骂人呐 没礼貌 傻子 告诉你 再顶级的剑客 也不是我天下第一狗剑客的对手 比我还能装了 看我的狗剑何意 怎么样 现在是不是恶心了 我的剑术 已经达到了剑心通明之境 根本不会轻易给别人展示的 你们也算是走运 不如 再给我留几壶酒怎么样啊 这庙真是太残破了 是啊 咱们快走吧 这些人族太聪明了 不好忽悠啊 你们等等我 你想要天天有酒喝 不是男生 但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 这件事做到了 以后 你就可以留在我们身边 没酒的时候 酒钱管够 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事 尽管说 我一定会做到的 钱不钱都无所谓 只要酒够就行 我想找这个女孩子 不管你找不找得到 但都不能暴露我们的行踪 能做到吗 原来是找人 只要在石狗星上 不出生日 给你们找出来 好 这壶酒算是你的奖励 等找到人 少不了你的好处 好 你们等我相信 一切都在我身上 没看出来 你还挺聪明的 就这么把她打发了 师姐 你这也太瞧不起人了 人家一直很聪明好吧 是是是 你很聪明 赶紧把灵儿找着再说吧 这里就是天狗神山啊 灵儿会在上面吗 是他们要找那小女孩子的下落 你不倒人无关啊 你们要找楚灵儿 你们知道她的下落 当然知道 她在我们肚子里 将他们抓起来 带去建楼祖宗 这事与我没关系 我走了 你敢吃她 你知不知道她是谁 管你是谁 都给我保证 别冲动 随他们去看看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的 不用你们抓 随你们走便是 算你失去 干净的 我们开拔去天狗神山 灵儿被带走了这么久 想必吃了不少苦头 我不能再让她等下去了 滚蛋 快放我离开 琳娜 你这么做 对得起我们之前 对你的信任吗 放开我 他们被押去神山了 那可是神山 我们没办法抢呢 我们有很重要的东西 在他们身上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 可以半路截狐了吗 有 听说天狼族也出动了 他们也属于犬族一类 却一直认为 天狗族是他们的后代分支 多年一直想取代天狗族 他们出手 或许你们混乱中 就有机会了 原来如此 而且那三人中 有一个用剑的 具备着天狼星魂 那岂不是有更好的理由 对啊 说来天狼族这个混账族群 雄悍冷酷 数量少 实力强 成为石狗星的主人 简直天度狗愿 我对这些不感兴趣 现在 我只想找到 楚星河 然后夺取他身上的星辰图 星辰图 若真在那几个人族手中 那就不得不争一把了 嗯 嗯 有点心 是天狼族的狼邪 快快召唤老祖宗支援 别我杀 现在先找个地方静观其变 当神圣的高手进出 我们再冲杀上去救人 你想的周导 那我们先突围 然后在附近先躲起来 不用 我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空间 我再利用土盾树隐藏 他们两个呢 是不是吹鸡槽了 对啊 必须得逃啊 你们先打 打完了再找我 树苏之力 助我神通 拜拜 天狼族怎么来袭呢 难道刚好碰巧吗 战狼太激烈了 要把这个锅甩出去再说 如果能把星辰图 嫁祸到那三个家伙身上 楚心河 三位兄弟 我就知道 你们不会弃我不过 趁他们大乱 我们速速离开 他们有志愿 先拿下他们 不然老祖宗会发了我们的气 不好 那家伙想要祸水东野 谁是你兄弟 大家不要相信啊 我们只是路过的 对对 我们不是兄弟 千万别管我 替我保管好我的宝物 别让他们给夺走了 是星辰图 星辰图 那群可恶的人类 谁得过来让星辰图 也识 少主放心 老夫是八级境界的 顶级强者 实力还在英王之上 我一定会替你拿下他的 这是星辰图 高大人还不快逃 有狼要上来了 你们两个混蛋 等等我 休想走 这是假的星辰图 别追我了 冷静 你好大的胆子 在我的地方撒野 又来高手 害死人了 竟然躲开了我的攻击 狗老 趁着今天这个机会 看谁夺的星辰图 谁便是石狗星的主人 怕你不成 机会只有一次 凑过了就不会再有 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我确定还是好好待着 别瞎折腾了 白费力气 你这个星魔 助纣为女 很有意思吗 你一个小屁孩懂什么 赶紧闭嘴 不然 我就把你的嘴封上 让你消停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敢放人家离开 很简单 只要得到了星辰图 你们的生死 我还真无所谓 星辰图在楚星河身上 你们知道我有什么用 你们放了我吧 我去劝劝他 把星辰图给你们 他最听我的话了 好不好 他已经来救你了 只要拿下他 星辰图也是一样到手 他绝对不会来救我的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你可猜错了 他已经来了 楚星河 出来吧 别再走 居然能发现我的存在 你这星魔 也算是厉害 楚星河 你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行吗 吃了不少苦吧 我什么苦 小姐才不怕苦呢 放开你的神念 不要抗拒我的召唤 我会安全带你离开的 看来你的本事不少 从星辰图中学来的吧 地面被姐姐封锁 没办法使用图顿了 既然你知道星辰图的厉害 还是赶紧让我离开吧 就算你们得到星辰图也无用 有缘者 才能领悟他 谁会信你的鬼话 我今天就要把你手中夺过来 火舞神锤 我四节的实力 就连五阶强者都不是我的对手 却打不过一个利难 进步很真快 不过 这里不是天火星 无影分身兽 云无甲 再不投降 就活撕了你 是吗 就看谁撕谁了 水球 出来助我 打扰鬼夜睡觉 该打 不好 是星焰的分身 有六界的实力 零龙师姐 到你出来帮忙的时候了 星河 星河 这是哪儿 灵儿呢 这是天狗神山 灵儿我已经收到星辰图里了 原来丽娜被星焰操纵了 我们必须打败她 从这里冲出去 才有机会逃走 好 我们合力杀出去 没用的废物 你们谁都逃不掉的 六界的魔龙 可恶 我看你们怎么逃 师兄 过来护我们 撞出一条血路 我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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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师兄 你们过来先救我和玲珑姐吗 我先撞出血路 再回来救你们 你这个魂球 我最想的猪血仙方都没用 看来 要借助星辰图的力量了 谁呀 谁也逃不了 有 星河 你一定要活下去 恒蛇之力 狮子姐 星辰图 杀我兄弟 你活命了 这套臭鬼 利用星辰图的力量 我肉身会受到损伤 之后一段时间都不能战斗 不过 想要逃 还是可以的 就算是损了一道分身之力 也要将你们留下来 给少主一个交代 师兄 差点活白了龙爷爷 师兄 你还活着 太好了 你这家伙还有脸书 我这么拼命救你 你居然不拉我一把 岂上我爷 别废话了 先离开这里再说 你们听我召唤 数速之力 星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楚星河来了 他已经能动用星辰图的力量 我的魔阵 也没能留下他 他利用土盾逃了 我们中计了 他逃不掉的 这里是我的地盘 这些家伙 真是穷追不舍 这么劳师动众追一个少年 过了过了 渡渡转转 还是回到这儿了 那就先在这里 一笔风筒吧 总算是逃出来了 星河 你真了不起 师姐 你别夸我了 差点就被那些狗药追上了 他们 只怕已经记住了我的气味 用不了多久 还是会追来的 我们得赶紧想办法 离开施狗星为妙 灵儿 你没事了吧 我饿了 我这里有好吃的 是你喜欢吃的好鱼 没事了 以后 不会有人欺负你了 怎么不见大木头了 她 她一个人磨练去了 大木头一个人去磨练 她是不是傻呀 她那个憨样 不被别人给骗才怪呢 丽娜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灵儿 不许这么说 为什么不许说 她本来就是个傻子 你 你 我 我 星河 你干嘛 臭星河 你竟然敢打我 别以为你救了我就很了不起了 连爹爹都不舍得打我 我跟你没完 灵儿 把你刚才说的话 给我收回去 你知不知道 大木头是因为你才离开的 其实我和师姐 早知道丽娜心怀不轨 大家都看得出来 只不过 大木头被她骗得团团转 我们怕她伤心 本以为防着她一点 等她露出狐狸尾巴 再将她拿下 好让大木头清楚 但没想到 你会被丽娜带走 落入鹰邦的手中 大木头绝对被骗了 非常难过 便独自离开了 其实 她本可以不躺这次的浑水 但她是真的想帮助我们 去寻找父亲的 只是修行时间尚短 思想单纯 并不是真的傻 而且也非常护着你 为了你 可以奋不顾身 这样的人 是我们的朋友 战友 兄弟 家人 你不可以再对她出言不屑 否则别怪我做掌修的教训你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乱说了 好好恢复一下吧 接下来 我们想办法离开石狗星 灵龙姐 我 我是不是拖累你们了 怎么会呢 就算没有你 他们也会想出各种方法 夺取新尘土 阻挡我们前往圣星域的 何况他们的野心很大 接下来 肯定会调动各方势力 对我们进行围剿 你这么小 就已经达到了三千新魂境 将来 必然会踏上冤风 会有他们好看的时候 接下来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会拖了大家的后腿 当找到大木头 我 我会给他找个好媳妇的 你能这么想就好了 少主 根据狗妖的追踪 楚行河等人的气味 到这里就断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一个自称剑术敌一的 狗道人住在这破庙 其实 就是个只会吹牛的 废物酒鬼 连他一块给我抓回来 绝对不能与新尘土 擦肩而过 找那个废物 是 少主 传令下去 活捉人族取得 星尘土者 赏一万星尸 是 够了 石狗星 是我天狗一族的地盘 他们休想带着 星尘土逃出这里 确实 这石狗星都是狗妖 不管我走到哪里 都会被这些狗妖给盯上 该如何从这里离开呢 小子 隐藏的可真挺深的 来 告诉大爷 有啥秘密 咱们一起分享一下 你还是别知道为好 免得遭来杀身之祸 天狼组长 什么呀 你们好大的胆子 要挑拨我们两族的战争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把真的星尘土给我 要不然 死 天狼组长 我手上的星尘土 真的是假的 我可以帮你们抓到楚行河 到时 真的星尘土 双手奉上 现在的情况 我们还是先在星尘土里修炼 躲过这一阵子 等他们放松警惕 我们也提升职力之后 应该就有机会 离开石狗星了 星尘土之中 拥有非常浓郁的元气 只要我通过吸收这些元气 将另外三大星魂突破 让四大星魂 完全达到四阶的境界 就算五阶六阶的强者来了 我也不用害怕 你还是达到了 再来说这种话吧 呃 我也得抓紧时间修炼 加速冲击到六阶境界才行 那些家伙太强 就凭现在的神 我根本就不可能对付得了 就用这楚心河 给我的火灵珠努力修炼 我也要测试一下自己现在的星魂等级了 北方玄武 万川归海 太好了 经过这几天在施构星对玄武之力的运用 再加上星尘土的力量 我的星尘土也突破到四阶境界了 这星尘土真是奥妙无穷 当初爹爹想要将它炼化都没做到 最后则是窜到了我的天庭当中去 现在看来它不仅可以与我天生的四大顶级星魂融合 还可以助我提升星魂实力 如今玄武星魂也达到了四阶 再试试看同时几乎四大星魂会有什么变化 这里的空间之力这么能力 腾射星魂的能力可以更加完善提升 那样 我的战斗力将会更强大 这澎湾的火焰之力 我一中卷星魂 马上就要突破四阶了 我终于拟聚了剑气 能想到这么顺利 白虎和苍龙星魂也突破四阶了 原来这便是星辰图 凝聚二十八星宿之力 可以掌控星河 成为星河至尊 难怪霸天标对星辰图志在不一意 原来这便是他们的终极目的 如今星辰图已经任我为主 我如何可以交出去 星河 刚才的变化便是星辰图的奥妙吗 那便是星辰图的奥妙 只不过我实力有限 无法将它完全展现出来 而且它也需要时间补充星辰之力 等它充满之后 我们还可以继续在这里感悟提升修为 说不定咱们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成为顶级强者 到时候可以综合万剑 哇 那我要做万剑的女王 哦 不对 银龙剑已经是女王了 我不能抢她的位置 我就当个小魔女好了 没错 以后我就是万剑小魔女 之中我欺负别人 不准别人欺负我 他还真是有做小魔女的前置呢 我想出去磨练我的剑 外面很危险 他们的目标是你 又不是我 而且不面对生死 如何练就最强的剑 哪怕死 我也误会 这股凌冽的剑气使 韩晓风 你们俩给我拿下她 滚出楚星河的下 失败了就别回来了 他们会不会是使用 吊虎离山之计 万一被楚星河趁机给逃了怎么办 只要人还在石狗星 他们插翅也难逃 好了 先派人去抓住韩晓风 现在她是唯一的线索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 星沉图奥妙无穷 一旦控制她之后 拥有神鬼目策之能 或许这就是他们逃过你们耳目的原因 绝不允许她再残悟下去 否则将来必后患无穷 把他们带上来 狗不理 狗蛋狗圣 你们三人前去追捕人族剑客 不得有误 这 这 这 废什么话 狗祖下令还敢不从 我不是想让你们试剑门 从此再石狗星消失 不不不不 我们这就一定抓到她 如果我们抓住她的话 必是大功一剑 看那家伙的方向 似乎是要去那个地方 赶紧先截下她 一旦让她进去之后 我们想要抓她就难了 那地方据说是我们狗族 曾经一位牵手作画之敌 黑暗中无穷无尽的剑刀 确实是剑客向往之敌 那鬼地方 每次靠近 我都觉得快要死了 那家伙居然跑那边去 你想把剑磨锋里 我给你指一个地方 那地方叫 魔剑一样 果然如狗剑客所说 这浓郁的剑气 我的修为又能有巨大的长进了 小子 快停下来 你剑了魔剑牙 只有死路一条 你在飞什么话 先吃我一剑 就凭你们想要拦截我 哪有这么容易 小小三界武者 也敢跟我们试着剑门作对 吃我一剑 你根本不懂剑手 那我又如何 就算你是武剑 我也不会办 居然凝成了剑气 难怪赶来魔剑呀 竟然同时拦下我们三人 是谁 不要妄想伤害那孩子 不然 后果可不是你们担得起的 装神弄鬼 我就尽力能奈何得了我们 故人之子啊 能否有收获 就靠你自己的本事了 白小枫要干什么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他 我们被人阻挡 没能拦住他 现在他已经进去了 这里到处是千年前剑生 留下的剑气 我们靠近必死 我估计他也活不了了 三只废狗 他若是死了 怎么找到楚行河 不过是千年前的 一点气体力量 你们五界武者还害怕 好好看着 本事者是咱们进去的 就这点伤害程度 也能把狗腰们下成那样 也太废了 这些剑气又不会 幸好我的火烈中心 回来皮糙肉厚 不然 真的就死无全尸了 无处不在的剑气 身世霸道 难怪周围都没有生病 但却是磨练剑心最好的地方 我要坚持住 靠近那柄剑 难道狗腰终于打不下这些剑气吗 这不可能的 都说了魔剑羊 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 就算我们门主来此 都无法深入进去 那他为何可以进去啊 难道说啊 组长 没有任何的发现 明明感应到了这里 怎么突然就断了呢 没错 我也失去了对他的感应 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 又是这几个家伙 组长 你别动气 我们俩兄弟的灵犀感应 从来没有错过 他一定就在这里 不会有错的 没错没错 从小到大 我们就是平直着感应 躲过了无数的灾难 也追击过许多美女 不是 是猎物 不会错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那你们有没有感应到 你们就要人头落地了呢 你 组长 你先别动气 我知道他们为何消失了 说 你要是骗我 也要陪他们一块去死 星成图 他们一定是借助的 星成图潜藏了起来 而他们最近出现的地方 肯定是这里 不会错 我第三尺 将星成图找出来 他们肯定也躲不了了 对对 是星成图 一定是星成图 好 算你说的有理 你们马上给我找星成图 找不到你们就去死 我们要是有能力 找到星成图 还要等到现在 你说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我可以驾驭星成图 直接飞走 就不需要怕他们了 星成图 成图 还愣着干嘛 星成图在你们感应的 那个人族身上 只要你们感应到 他的存在 便可以找到 星成图的项路 我就知道 我们的感应不会错的 这回你相信了吧 没错没错 我们的灵气感应天赋 天下无双 马上找到 星成图的项路 不然 把你们一口吃掉 混蛋狼奇 这回不需要 躲躲西藏了 我想去哪就去哪 怎么突然停下了 我的力量拿去了 我明白了 星成图的飞行 要消耗我的星魂之力 我的星魂力量越强大 星成图 便可以飞行得越快越远 小风 没想到 星成图 带我来了这么一个 神奇的地方 韩小风未见而生 已经凝聚了剑血 下一步 凝聚剑心 这里将是最好的地方 不过现在周围这么多人 只怕想逃 就没这么容易了 叫他不要单独行动了 不过现在也好 等他修炼完成 我们随时可以 把他召唤进来 嗯 这里是好的修炼之地 我觉得 也挺适合你的 不如 你也出去练练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我觉得 我不太适合 成为一名剑客 你悟性这么好 剑客 刀客 几身 还不都是一样 手到擒来 哎呀 人家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嘛 那还不快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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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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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了 这什么鬼剑气啊 简直是要把我凌迟了 啊 啊 楚星河 这个家伙是怎么进去的 只要直接抓住他 大功一件呢 哼 那你去试试 嗯 放心吧 我已经通知罢哨了 用不了多久 他会直接过来 到时 要抓住他们还难吗 哎 还是你想得周到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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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快看 那家伙也挡出剑气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身上的行光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 就是他们要找的新尘图 十有八九事了 星尘图 这是无所不能了 吸收的这些剑气 可以大幅提升我的星尘之力 嗯 不愧是韩琪伯的儿子 见心可成了 好家伙 狗老都出动了 这回麻烦他 楚星河 交出星辰图 否则明年今天 便是你的死计 游戏是金兰图 游戏是金兰图 谁能够抓住他 赏十万行驶 八少 这些剑戏非常霸道 不仅可以攻击肉身 还可以攻击精神 就连我的火猎猪也抵挡不了 我不想听这些废话 狗老 你有八戒的使命 完全可以抵挡住这些剑戏 你过去 将他给我带出来 这一次 不容有失 是 少主 狗老 我们也在这儿啊 真巧啊 狼戏 你还有胆子出现在我面前 简直找死 哈哈哈哈 你就等着我把所有狗要赶尽杀去的时候才嘴硬吧 你便是狼戏 哼 你又是哪个喽喽 敢直呼本组长名字 本组长要吃了你 就算是狗老也保不住你 我说的 口气还真的 识相的 配合狗老一起拿下处心盒 我可以把你收下当狗 如若不然 你们天狼族也没必要存在吧 好大的胆 你才是好大的胆 你可听好了 这位大人 可是来自圣星域 我还要叫他一声少主 你好好掂量掂量 是吗 等我拿到凶尘图 还怕你个鬼的圣星域 狗老 天狗刀 你也去吧 先把处心盒给我拿下 少主 我不能离开你 我总觉得有一个很强的傻伙 在附近四季而动 还是让狗老去吧 他毕竟是吃狗心的霸王 狼狗大战啊 狼狗大战啊 小风突破到四界星魂境界了 你为何而生 为何而来 为何而死 我为剑而生 为剑而来 为剑而死 剑即使我 我即使剑 看来小风在这里大有收获 我不能去影响他 而且 还应该替他护法 如果他们真的杀过来 我定然先后着小风离开 这 好像我搞错了 人家不是对付小风 都是冲着我来的 想抓我 哪有这么容易 星辰图的力量有限 不能持久 我必须想办法 给小风争取足够的时间 再一起逃走 我们先一起拿下这小子 在各凭本事抢星辰图 好 天狗愁 天狼蟹 好像他的力量 没有星辰图 我连人家一招都接不住 把星辰图交出来 不然 小命不保 可于是石狗星 也逃不掉的 乖乖把星辰图献上 或许 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我信你个鬼 想要强取豪夺 哪有这么容易 小风 你好了没有 我快顶不住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能一个人 对抗石狗星两个最强大的高手 这种级别的战斗 我根本没法插手 当时在烈焰酒吧 和我们打的时候 也没这么强 八戒星魂战斗力 太可怕了 怎么可能 我看他就是作弊 小风 你好了没 我顶不住了 喊吧 喊过喉咙也没人帮你 星辰图的力量耗尽了 你顶不住 我来 如此年少 居然能控制剑气 凝聚剑心 想不到我石狗星剑圣的作画之地 却定成全了你这个人族 是凝聚剑心而已 又不是剑气脱鸣之剑 没什么好怕的 给我去死 不好 好了 不是我玩发样 我放下他 滚 放开他 放开他 手术接着 等将来我强大起来 一定要拿这个老家伙开刀 气死我了 请愿 放下他 这么强大的星魔 唯有圣星雨才有吧 真是令人害怕 狗剑客 请叫我天下第一狗剑客 谢谢 你就是个老酒鬼 身上的毛都不修一下 还敢妄自尊的 老酒鬼 把人交给我 我们要不要出手 鞋子不逃 更没合适 大人等等我呀 军师怎么没见你跑这么快呀 这个星魔有点东西呀 这小女娃长得倒是不错 就是太凶了 不喜欢 小子 这是你的兄弟 可不是我兄弟 你来保护他吧 干嘛把我这样甩来甩去的 很好玩吗 你们两位大佬就别参与小辈之争了 让他们好好玩吧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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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不堪折腾啊 想不到 你这老酒鬼实力还不错 你是属于我们狗族 理应助我一臂之力 你现在让开 我可以当做什么事没发生过 我自由散漫惯了 你别浪费口舌了 不过 若是你把狗族的位置让我当起去 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提议 我就说一次 只要我天下第一狗剑可在 谁也休想再靠近半步 可恶 老子活死了你 现在 来 来 啊 这小子 真被剑身附体了不成 这些近期太厉害了 难怪左腾进来 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凤凰九天 不要和他们纠缠 利用这些近期开路 只要远离这里 不用把握全身而退 离开这里 我动用不了这么多剑气 会被他们拿下的 不会吧 我以为你已经成为局势高手了 我刚突破了四阶星魂实力 只是凝聚了剑心 可以与这里的剑气相同 算了 还是先在这里保命要紧 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我也是这么认为 你也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倒是想啊 你也是这么认为 如果你想想要 是什么 你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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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歇会儿吧你 小枫 趁着狗剑客挡住他们 我们赶紧对入星辰独中飞走 不 我不能走 是狗剑客指引我来这里的 我不能丢下他 算你小子还要良心 现在的你只是凝聚了剑心 可还没有完全接受剑圣的传承 你必须要想办法得到他的认可 才能更进一步 剑圣的认可 怎么回事 剑气组成了几千 我破不开 小枫剑气运用得越来越熟练了 少年人 何为剑道 剑入我心 我心如剑 极致于心 极致于道 如此 我便与你第一节契约 极致于心 剑与一合 直剑通灵 剑圣之剑 小枫这次 真的要蜕变了 这小子 是要生仙了吗 快看 那是什么 天 天狼圣剑 这是我做的圣剑 是我的 狐狼 我要的是星辰图 好小子 不非是韩奇伯的儿子 奇伯呀 我已经偿还了你的恩情 从此咱们不再有瓜葛了 你不要再让你的儿子来找我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一只怕麻烦的狗 剑剑消失了 你们一起上 给我拿下丑星河 是 霸哨 最后一剑 天狼之鸭 好恐怖的力量 这便是剑圣之威吗 这一招又分手胜负了 应该不会再折腾了吧 狗狗 你没事吧 可恶 小风 我们走 星辰图 我一定要得到星辰图 圣剑 我的圣剑 灵魂 野群废物 野群废物 要你们何用 少主息怒 他逃不出石狗星的 这里是我的地盘 我一定可以抓住他 这句话我听烦了 若是让他逃离这里 你这个狗祖 就做到头了 是 少主 你三个人族居然敢跑 我抓住你们 有你们好看的 天狼圣剑 我一定要夺回来 现在麻烦了 虽然小枫得到了剑上之剑 但只要离开魔剑崖 剑气的威力会大减 石狗星遍地都是霸天标的眼线 还有八级强者 要怎么逃离这里呢 我们找狗剑客 唯有他可以助我们离开 对啊 那家伙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应该没问题的 你拥有星辰猪的消息 已经暴露了 他会不会 我相信他 那我们快回城皇庙去找他 不行 我们走的时候 城皇庙 就已经被狼腰围住了 狗妖肯定也会再去城皇庙蹲守 狗剑客 应该也不会傻乎乎地再回去 我们该去哪儿找他呢 先不行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 我不能维持太久星辰图的飞行 可是 现在到处都是狗妖 我们去哪儿呢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绝对想不到 我们这么快 就回到魔剑呀 而且小枫在这里恢复星辰之力 是最迅速的 就算他们真的追过来 小枫 还是可以利用剑圣的力量 抵挡一阵子的 就你是个小机灵鬼 本小姐都快憋死了 终于可以出来喘口气了 灵儿 炼化了火灵珠以后 你的实力 好像已经达到了四阶新环境界了 当然了 我可是一直在修炼的 我可不想被你们甩在后面 可惜 跟你跟我比 还是差得远了 早死 好了好了 先说正事吧 要怎样才能找到狗剑客 让他助我们离开 找不到狗剑客 就让他来找我们吧 我这里有一件东西 只要我拿出来 狗剑客 一定会找过来的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 他和狗剑客 有点交集 他说 这是当初狗剑客 留给他的幸福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 我们就安心 在这里等等吧 这次 你收获很大 境界都突破了 而且气势 比之前犀利许多 那是 小枫现在获得了剑圣传承 连石狗星上的顶级枪者 都被他打得落花流水 我的风头都被他抢光了 这么厉害 我不信 陪我过两招试试 我实力提升也很大呢 博物神腿 我就不信 我现在是最弱的一个 好了灵儿 别闹了 小枫从小专注修炼 哪像你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 你猜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呢 我猜多大 已经达到四天新婚境界了 你像我这么大的时候 有这么厉害吗 算了 不打了 抽星河 赶紧给我弄点吃的 我饿了 是 我的大小姐 你们狗族是吃干饭长大的吗 天天说石狗星是你们的地盘 连个初星河的人影都没找着 我返回圣星域去了 回头我父王派人过来 后果你自己承担 我帮不了你 现在唯一的机会 就是尽快抓住楚星河 得到星辰图了 霸上 就算楚星河他们拥有星辰图 也逃不出石狗星的 您何不再等等 我为什么要等 只要他活着 肯定会到圣星域 去找他爹楚狂的 我先行一步布局 他就难逃我的手心 狗老这边 如果抓住楚星河 依然会将星辰图献给我 话上 我有一个技法 可多一份机会得到星辰图 金空古路下一站 是我姐姐的地方 不如让他出一份礼 如果他们真的到那里 绝对逃不出我姐姐的手掌心 你是说 圣星域曾经的 不错 这么多年 在那么合理的环境当中 他已经改过自行 这次 就请八少给他一个 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嗯 我会回去禀报父王的 谢八少承选 香啊 真香 你们在吃什么 给我吃几头 混蛋 哪来的狗腰 敢抢我的烤鱼 他就是我们口中 所说的狗剑客 没想到这么快 你就来了 多谢你了狗剑客 没有你 我们可能都已经落到他们手里了 敬你 你们倒是聪明 居然敢回到魔剑崖来 不过现在狗老狼节 几乎都要把尸狗星翻一遍了 你们躲得了一时 躲不了一时啊 我们知道 所以把您给找过来了不是 看看您能不能帮我们离开这里 将来我们会报答您的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 说是您当年留给他的信物 那又如何 他说见此物如见他 齐薄呀齐薄 行行算我怕了 我想办法让你们离开就是 不过你们一定得听我安排 行 你说了算 现在你们跟我去天狼族 或许有一线生机 什么 你这是要我们摇入虎口 入狼口 你这大坏狗 你这小玩意 急傻 别救了 别救了 我真会打你的啊 有本事你就打 欺负你孩子 算什么天下第一狗坚困 我看是天下第一 打坏狗还差不多 好了凌儿 让他说说正事 怎么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 言归正传 你有什么办法 之所以让你们去天狼族 是因为这小子得到了天狼上剑 而且幸魂也是天狼 只要你得到天狼族的认可 有天狼族之诸 要离开这里是轻而易举的事 天狼族可惜嘛 狼姐可是刚追杀过我们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也有一个慢一点的办法 不过你们不会同意的 你们留在这里 把实力修炼之像我一样厉害 一样可以强行离开这里 谁敢拦你们 你让我们去天狼族 你一定帮我们把办法想好了 对不对 就是 得到狼姐认可的办法 你想多了 我帮你们想什么办法 我是开酒吧的 如果你助我们顺利离开 以后 你的酒 我管够 小女娃这话我爱听 这小子 怎么说都是我固有之子 办法早想好了 放心吧 但我也有 但这一切都怎么样 夜 need to be Or SECRET 作婊 你的 你们是什么人 你 想尝尝我的剑文 enza 可以啊 想不到韩七伯 会有你这么一个 意志坚定的儿子 哎呀 若是当初 他的剑心意志 有你这般纯粹 就不会这么造妖了 我不允许你是我爹的坏话 嗯 这可不是坏话 小子 你老子就是太重感情了 不像你 心中只有剑 这一次事件结束之后 你不要再找我了 我欠你爹的人情还够了 还有 我不保证郎杰会接受你 失了之后 我们不会再挂戈 韩七伯怎么教我儿子呢 小屁孩 一点都不讨喜 死子身怀气韵 天赋异禀 至此险境依然冷静从容 倒是难得 你们是来给我送星辰图和天狼圣剑的吗 我劝你还是别做傻事 赶紧的去扫扫你的狼窝 好酒好菜的招待我 或许还有你一点好处 不然我们去找狗老坛也是一样 你这群狼崽子未必拦得住我 我倒要听听你能说些什么 说吧 要谈什么 若是不能令我满意 你们就别疯了 我也没时间跟你默契 你收着小子为义子 封他为你们天狼族的皇子 将来他若成为剑圣 可以庇护你们天狼族 还可以助你们天狼 成为石狗星的主人 他是人族 非我族类 想当狼族皇子 痴人说梦 活该你赢不了狗老 就凭你这点智慧 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怎么 把你的星魂给炒看看 他拥有天狼星魂 又得到天狼圣剑的认可 将来前程无可限量 这笔账都不会算 你怎么当上天狼族账的 把天狼圣剑交出来 你就是我的义子 你瞧瞧这小子 这么目中无人 若是我收他为义子 岂不是要被他气死 这样才算意志坚定啊 未来必可以成剑圣 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目标 是打败剑圣 而非成为剑圣 好好好 我知道了 你志向远大 我们不是一伙的吗 你会不会谈判 你来拿吧 天狼圣剑圣剑已经认我为子了 你是动用不了他的 既然这家伙没啥诚意收你为义子 咱们找狗老去 那家伙也不是一两天想灭天狼族了 急傻 咱们再商量商量 还有啥好商量的 走走走走 等等 从此以后 他就是我的干儿子 是我天狼族的皇子 这还差不多 但我有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首先 小枫要保证将来一定要站在天狼族这边 并且在他强大之后 将剑法一脉在天狼族传承下来 可以 其次 狗剑客 你必须要跟我一同对付狗老 就这么简单 我答应你 人族韩晓风 得到了天狼圣剑的认可 从今以后 他便是我的义子 也是我们天狼族皇子 皇子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兴鹅 我一定会赶上你们的步伐 总算私立逃生了 就是苦了小风 还要在石狗星修炼一段时间 他有狗剑客和狼杰指导 对他来说 应该是一件好事 天天在星辰土里面修炼 我都快要憋死了 咱们找一个好玩的星球 玩几天再赶路 下一站 据说 叫做赤岩星 不错 也不知霸天标他们 会不会早有埋伏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根据古书记载 赤岩星是一颗生灵极少的星球 主要是这里的环境无比的酷热 一般生灵在这里根本待不下去 能在这里存活的生灵 大多生性凶悍 还带有毒性 大家在这里走路和睡觉都要小心 知道了 好浓郁的火力啊 我的实力可以更快提高了 灵儿错过了天火星的修炼机会 那我们就在这里停留几天 等灵儿的珠雪星魂再次突破 真的吗 太好了 星魂哥哥我爱你 这小女子居然转性了 经过这次 灵儿也知道 你这个哥哥的可靠了 也不知道这地方有没有人 三位客官喝茶吗 来来来来 这地方居然还有人做生意 几位客官 这方圆百里只有我们这个店了 一些在星空古路中穿梭的旅客 都是在我这儿喝喝茶 歇歇脚带走 好大的蝎子啊 小妹妹别怕 这是赤岩星的特色 我们需要总算是美味 我这儿还有其他的 好可怕 我们还是不在这里逗留了 换别的地方住吧 我们换地方 别呀 这赤岩星真的没有比我这里更干净更舒服的店了 虽然前不久刚有客人莫名其妙地死在里面 但我保证已经清理干净了 死了人还要我们住 你这就是一个黑店 我们走 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你们不住也得住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强迫我们住 你倒是有些实力 你修了毒工 你知道就好 中了我的毒 要是没得到我的解药 很快就必死无疑 乖乖投降吧 好霸道的毒 你这个坏蛋 我杀了你 我来吧 你照顾玲珑姐 把解药拿出来 这事咱们就这样算了 不然 就凭你一个人 可惹不起我们 口气倒不行 孩儿们出来吧 人家想人多欺负人少呢 老大被一条蛇 太无功 老公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别怕 他们也就是长得丑了一点 玲珑姐 玲儿 你们先躲躲 星辰猪 他们怎么不见了 这怎么可能 好了 现在该算算账了 雪球 又让人情谋 这是很不道德的隐蔽 就是七杰生物 快点 把解药交出来 解药 我没有解药 师兄 给我打 还真的 小子们 给我杀 这些毒物真毒 必须尽快给师姐弄到解药才行 老板完了 这会儿老板娘一定会骂死我的 别打了 咱们别打了 我给你解药 早点认输 不就少受龙爷爷一段打了 原来你只是个狗腿子 解药在老板娘那儿 他在店里 我带你进去见他 请 该死的 居然还有这种陷阱 果然是一家黑店 这可是我家老板娘亲自设计的幻象法阵 没点手段 怎么在这地方开黑店 里面关的可都是五阶六阶的毒物 你们要是还能活着出来 我就跟你们静好了 应该已经尸骨无存了吧 小柜子 你触动我的陷阱干什么 是不是又有好看的小哥哥来了 你又把人给我杀了 老板娘 我可不敢那样 是用女人来投电 嫌咱们电脏 我就把她为您的宠物了 是吗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那后果如何 你是知道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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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敢骗您呢 嗯 把门打开给我看看 他们是我的宝贝宠物 我看看 他们有没有吃坏肚子 怎么会是这样 这下好玩了 看你们这回还有什么手段 水球 去吧 小哥哥 有话好好说吗 好吧 尺球 你先提一提 听什么提 刚才放出那么多小虫子来咬我 飞着的好看不可 打吧打吧 把奴家打死算了 你确定要与奴家死拼吗 这不仅是一间黑店 还是一间地狱式黑店啊 水球 算了 咱们不和女人一般建设 显得咱们没风度 没错 不和脑母鸡一般建设 这还差不多嘛 奴家叫纪师师 我这店小二叫黑柜 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帅 才向小哥哥出手 他那是嫉妒你 回头我会惩罚他的 小柜子 还不快将解药拿出来 是 是 给两颗解药 一颗够了 两颗吃多了会拉肚子的 我需要两颗 小柜子 就给他吧 水球 你先来试试 有没有毒 为什么是我来试 你自己不会试啊 我身体胶弱的 一颗毒药 可能就会把我给放倒了 小哥哥放心吃 要不是解药 我会把小柜子掩割 果然有毒 幸好我没有吃 真是蠢 这叫以毒攻毒 小柜子你太坏了 小哥哥莫怕 奴家来帮你解毒 苍龙星魂 万毒不侵 你们居然敢戏杀我 苍龙星魂 这 这是天生的皇者 才能用勇心 小哥哥息怒 咱们有话好好说 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次又一次陷害我们 你会所恶 救命啊 救命啊 好 算你们赢了 解药在这里 拿去吧 我怎么才能信你 你服下就知道了 反正你也可以解毒 要是再骗你 奴家不得好死 灵儿 你留在星辰土里照顾玲珑姐 我带你们离开这里 解药是真的 我们走吧水球 小哥哥别这么急嘛 人家还想和你好好亲近亲近 快放我们出去 不然我就让你尝尝苍龙之味 这店太黑了 差点把我的老命给折腾没了 咱们赶紧离开这里 你堂堂七家妖兽也怕成这样 也太怂了吧 你不怂你留下来啊 你以为我怕呀 我只是 有点闹肚子 先找个地方解决一下 我说 你可别在我背上解决啊 老板娘 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他们能走去哪里呢 再说了 你的不是解药 我的就是解药吗 还是老板娘 高明 你也不想想 你的手段是跟谁学的 是是是 你老人家既知过人 聪明绝顶 没力无双 别拍马屁了 我消耗了太多新魂之力 你快给我提供一些养分 老板娘 不要了吧 对啊 看来 刚刚那个老板娘 教给我的解药 吃解掉一部分的毒 但又多了另一种 潜藏的毒素 好可怕的女人 我就知道 没这么简单 还是先回到 星辰土里 用苍龙星魂 将毒素逼出来再说 玲珑姐 你忍耐一下 我利用星魂之力 给你取尽残存的毒 好 星辰 你怎么了 师姐 我没有什么事 让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你休息吧 多谢你了 没有你 只怕 我还不知道 被折腾成啥样的 不 是我连累师姐 若不是我执意 来星空古路 找我爹 你也不会跟着来冒险 终于可以靠着世界了 这种感觉太好了 真想一直就这样下去 傻瓜 我也是星辰宗的弟子 救回宗主 也是我的义务 看来 逼出那些毒素 已经让星河耗尽了所有的星魂之力 这段时间很累吧 好好睡一觉 等醒过来 什么都好了 老板娘 你可舒服一些 再敢擅自行动 下一次 就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了 是是是 谢谢老板娘赐她 我的毒药虽然致命 但短时间内绝对不会死 他们竟然还不回来找解药 要不 要不我给您出去找找 只要还在吃人心上 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把你的宝贝放出去 一旦发现他们的踪影 立即来报 好嘞 可怜的我 啥时候才能摆脱这个暗巫天室的地方 藏地太不公平了 师姐 师姐干嘛呢 你说干嘛 我和你生孩子 那只是梦 什么都没干啊 做个梦都不做好的 你看看你的口水都流到哪去了 嘴里还不停地瞎叫我的名字 还好这里没有别人 要不然 叫你好看 哥 玲瓏姐 我还只是个孩子 什么都不懂的 灵儿以后对师姐的生活 记得改口 要改口叫嫂子吗 好啊好啊 灵儿 你是不是也疲养了 怎么能叫嫂子呢 应该叫 大嫂 嗯 就是大嫂 这样才显得尊重 哼 小屁孩 房大天了 看来世界里的毒全解了 那就好了 嗯 多亏了你 看起来 你也是恢复好了 嗯 睡了一觉 感觉全好了 没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赶路 急什么 老娘还要回去找他们算账 出道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吃这样的闷亏 敢欺负到我诸葛玲珑的头上 吴楚零二 第一个不答应 师姐 他们的实力可不弱 而且又擅长用毒 真要与他们拼吗 当然不会与他们硬拼了 你姐姐我 也是开过酒吧的 白到黑到的手段 我可是清楚的喊 看来 师姐已经有妙计了 他们那些毒物把我吓坏了 我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好 这一次 且看我们如何反客为主 给他们一个惊喜 否则都认为 我们是这么好欺负的 这一回 我们藏在星辰土里 哪怕你既实施布下天罗地网 也绝不会探查到我们的存在 你不是还有火灵珠吗 拿几颗来用呢 这不太好吧 火灵珠那么珍贵 我还打算都留给灵儿修炼用呢 现在用在这份上 太不值当了吧 对对 灵鹏姐 咱们还是节约点吧 火灵珠架着连城 用一颗少一颗 难得你们也知道节约了 别废话 这口气要是不出 老牛那脸往哪搁啊 师姐 尽管拿去 不过的话我这还有 放心吧 那个女人一身都是我 这一次 我们一定会从她们身上 弄到更多好东西 不会亏的 在你身上 这边就把这个进去 来 9 5 1 2 4 4 1 2 5 6 5 哪个没功德心的 用本事给我站出来 我的老板娘虽然是个寡妇 是言行可是万毒之王 谁敢来找麻烦 关你了吗 好大的胆子 敢动我的地盘 今天先讨一点利息 下次再让你们好看 好 好得很呢 多久没有人敢这么挑衅我 你是第一个 我若是不把你们一个个宰家 我济湿湿的名字倒着行 老板娘 我叫你去把他们给找出来 结果人家都杀到我们酒楼来了 你还不知道 到底干什么吃的 我 我有发动所有宝贝去找啊 但是还没找到他们 他们怎么就来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快发动你那些小弟 去把他们给找出来 任何一个死教都不要放过 他们有隐藏的手段 发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一定要特别注意 是 老板娘 老板娘发火 苦的只是我这个店小孩 那该死的混蛋到底躲哪儿去了 我那些宝贝这次怎么失灵了 先别管了 好好睡一觉 免得老板娘又发疯乱喊两头受气 还是老实点儿好 还是老实点儿好 反应真快 再借我几件试试 小鸭子 找死了 坏叔叔 咱们下次再玩 再见 想跑不可能的 我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场了 老板娘 这便是我们得罪公奶奶的下场 若是不拿出足够的赔偿 你们不会有好人的货 你们到底需要什么赔偿 我们给 小贵子 你想死吗 老板娘 咱们不玩了好不好 他们有神器 我们不够人家玩 哼 你们有本事 躲着一辈子别出来 不然 我一定把你们抓了为蛇 哼 那就坏谁的本事大了 可恶 老板娘 都说了玩不过他们的 拿我撒气干啥 还敢顶嘴 马上去星空古路入口 堵他们去 等等 咱们为啥要去星空古路呢 老板娘 你干嘛又打我 哼 无论他们躲在哪里 肯定都要去星空古路入口离开这里 咱们直接去守株带兔就好了 是 是 老板娘英明 那咱们这就去 他们去星空古路的入口了 我们该好好洗劫他们的老窝了 他这么多年积累的财物 应该都在此地了 我们赶紧找找 等 等一下 师姐不怕他养的那些毒物吗 毒物越多的地方 好东西肯定就越多 谁会把所有东西都统统带在身上 哼 就是就是 他们这么会 肯定说怪了很多好东西 我们赶紧去找找他 这地方都坍塌成这样了 他也不管 他一定是另外藏在别的地方了 或许他就带在空间界中 别浪费时间了 我们走吧 清禾 你不了解女人 任何女人 都会将自己最心爱的东西 珍藏在自己的私密之处 不会随身携带的 生怕被别人给抢走 这里既然是他的家 我肯定 这里必然藏着他最珍贵之物 我们不应该被表面所看到的一切迷惑 好吧 我试试用鼠星魂找找看吧 鼠速之力 地底之下都是毒物 蝎子无功 这个女人真是可怕 师姐 果然如你所说 我已经发现她的收藏之地在哪了 我们用星辰图进去 没想到 表面荒凉的星球 地底会有如此巨大的空间 还有一条巨蟒守护 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 师姐 宝物就在这湖下面 现在应该安全了 哇 好多宝物 哼 果然是富婆 看看这些星石到处都是 还有诸多宝物 这个破星球的黑店 居然比老娘的酒吧还赚钱 是啊 星辰图需吸收大量的星石 正好进行补充 说不定有一天星辰图 可以直接横跨星辰飞行 不用再走这凶血的星空古路了 哎 灵儿 别乱动这里的东西 说不定有毒 没错 让我先用苍龙星魂看看 看来并没有毒 那我就不客气了 英王那老头给的空间戒指倒是不错 一下子把这里的东西都给搬走了 我们会不会过分了呢 哼 过分什么 他们是怎么害我们的 一点都不过分 这里数十万的星石 抵得上你的火灵珠价值了吧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是该给他们惩罚的 我觉得还缺了一点什么 缺了我们到此以游的自己 灵珑姐 你写得太好了 你们这样没突出我的存在啊 你也是美少女军团中的护花使者嘛 就是就是 你是护花使者 这可是莫大的荣耀呢 好吧 你们说了算 不过我们该走了 万一他们回来就麻烦了 糟糕 我们上当了 接下来我们去哪 去星空古路入口吗 不行 那说不定会与季师师他们相遇 不如先在星神图内修炼恢复 等季师师他们放松警惕 我们再进入星空古路 前往盛青域 拯救我父亲 太好了 星辰图的力量也快用完了 我得让星辰图吸收星石之力 重新补满 星辰图二十八星宿 若都充满能量 各种形态的威力都不在话下 而今 我本身实力太弱 只能发挥一些简单的能力 等我实力更进一步 完全掌握他的话 万界星河 我随时可以前往 成为星河至尊 嗯 星辰图的力量 让大家提升的速度很明显都在加速 难怪这么多人打星辰图的主意 现在 我任意一个星魂之力爆发 战斗力都不会亚于一个五阶星魂舞者 如果四大星魂同时爆发 我将会有跟七阶星魂舞者一较高下的实力 之前的那颗火灵珠我已经变化的差不多了 现在我要开始冲击五阶星魂境界了 什么 你说他们进入了我的宝库 气死我了 我这些年所有的财报全没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这群强盗 你鬼 你要负全责 老老老天 这 这不能怪我吧 之前是你说去清空咕噜堵他们 现在又是你说中计了 我 你是在说我错了吗 不不不不 你没错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敢欺负我季诗诗 那群人 必须死 星魂 我们准备出发吧 经过在星辰图里的修炼 我感觉 就算碰到季诗诗 我也有一战之力了 师姐 我们是不是要等一等小枫 不用等他 他拥有狼一般的个性 说要跟上来 就一定会跟上来的 嗯 也不知道大木头怎么样了 有点担心他 唉 这个被禽锁伤的傻男人 小屁孩懂什么 臭星河你反天 信不信我揍你 赶紧出去给我找点好吃的 本小姐饿了 不久前你不是刚吃了烤鱼吗 怎么又饿了 本小姐还在长身体 那点烤鱼算什么 而且还被那只老狗抢去 唉 咸心无侠 我该上路了 我该上路了 …… 这优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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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 …… …… 慕容 你不要背我了 就算到了圣池 我也活不了 你已经得到了我族的传承 该离开这里了 如果没有您 我已经死了 我怎么能忍心看着您去死呢 圣池就在前面 您坚持一下 这就是圣池 早已经没有圣权了 这只是我选的目的 为什么没有 为什么没有 圣子骗人的 孩子 有时候善良 也会带来好运 让我祝你完成 最后一部传承吧 孩子 让我祝你完成 最后一部传承吧 孩子 你具备着我谢知的心魂 希望你得到我的传承之后 将来 将来可以替我们一族讨回公道 这里的灵气 能够助你完成蜕变 好好修炼 再见了 你是一个好孩子 此番前往圣心域 敌人只会更强 在去星空古路入口前 当务之急 应当是购买一些装备 不然 只怕还没有到达圣心域 见到宗主 并已经死在半路上了 这里这么荒凉 连个像样的人都没有 怎么看都不像能买到好东西的地方 对啊 到处都是毒物 在这里做生意 得亏死吧 也只能像济石师那样 开黑店了 赤颜心呢 不知道 我的那位朋友 是不是还在这里 啊 利禄姐姐 你在这儿还有认识的朋友啊 姐姐我可是开酒吧的 天南地北 黑到白到 认识的人可不少 那我们快去找他吧 我快饿死了 应该能给我们一些好吃的吧 你就是小吃货 崇星河你什么意思 信不信让你好看 信心 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弄吧 我想吃烤猪蹄 还想吃燉兔子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哦 只有烤鱼 崇星河你耍我 咱们没玩 好了 星河 我们快去找人吧 好的 师姐 这就出发 喂 铁兵 你快醒醒 别装了 给你带生意上门了 原来是玲珑丫头啊 你怎么来了 几年不见 都长成大丫头了 挺养眼的啊 喂 你那是什么眼神 信不信我把你高业挖出来 哟 还有一个小萝莉 不错不错 水炼的咧 你才是小萝莉 你全家都是小萝莉 好了铁兵 别欺负灵儿了 她还是个孩子 来来 我请你喝酒 这可是我们蓝地心那边的特产 喝起来 有冰火两重天的滋味 你试试 算你这丫头还有点良心 玲珑姐 这该不会是你的朋友吧 铁大叔可是身仓不漏的高手 多少人想求她练兵 她都不屑于出手 她跟你打造一袭拳甲 绰绰有余 就知道你这丫头没有什么好事 这丢你拿回去 我不喝了 铁大叔 你怎么变得这么无情了 玲珑姐 我看这家伙不行啊 铁大叔可是人走隐士 结单全凭自己的喜好 看顺眼的人 甚至愿意免费打造兵器 看不顺眼的人 给再多心事她都不干 依师姐 咱们不要求她 就算没有装备 我也会很厉害 可以保护你的 小青狼吃醋了 你们快走吧 我这什么材料都没有 打什么拳甲呢 铁大叔 我们有一堆好材料 还有大量的星石 另外 我还给你 物色里一个媳妇 她可能很快就过来了 是你喜欢的那种类型吗 走走走 别打扰我睡觉 信不信 我将你的身份公布出来 到时候你想在这里 好好躺着都没有机会了 还有大把人追杀你 你这死丫头 就知道拿这个来威胁活 怕了你了 你们要是有材料的话 一副拳甲倒是小事 这才对嘛 我们又不会亏待你 将我们的材料拿出来 有多少拿多少 给你打造拳甲 还要给我 灵儿都打造兵器 全面提升战力 就这点材料 还想每人打造个好兵器 也不嫌丢人 铁大叔 你看清楚了 这里好几样 可都是顶级材料呢 话虽如此 但不是每一种材料 都可以搭配在一起练兵的 再高级也没用 那怎么办啊 大叔 你就帮帮忙呗 师姐何时也能这么对我 撒撒娇啊 难道他喜欢的是 抠脚大叔 老板在吗 老板 用这块陨石 给我打造一根棍子 越重越好 这块天外陨石 几近列入圣品 你居然放心拿过来给我用 非圣品兵器 小爷我可看不上 你尽管给我练 凭一块陨石还练不出兵器来 还需要其他材料 只要你给我打造出一根圣棍 将来我无敌天下 必少不了你的好处 吹牛吹破天了 你说什么 别欺负小孩子 统统给我滚 好像你是后面才来的 要滚 也是你先滚 可这么和我说话 活得不耐烦了 我可是五阶星魂的战斗力 竟然是战员一组 你的口气大过天了 五阶星魂又能怎样 这个家伙 星魂之力潜能倒是强大 有种方式 他的心魂霸道刚某 硬碰硬 我不一定是对手 好了好了 打又不打 窗模作样的干啥 待会儿要在我店铺随便打点东西 是为了事 你们各自的材料都不够 你们还要配合我做一件事 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材料 免费替你们打造 什么事 想要打造上等兵器 当然缺不了上等的地心火 地心火可以加速我炼兵 还可以提升炼制的兵器等级 一举两得 铁大叔 你需要地心火也不难吧 是不难 但现在地心火脉那里 却是为炎魔战略 这样的小麻烦 我不想去清理 便交给你俩去做了 我看你们的实力也挺合适的 去还是不去 你们决定 在哪儿 我现在就去将他们铲除 就在这赤炎兴的地底 地火空间 我这就去灭了那里的炎魔 这个脱油瓶 就没必要跟来了 这家伙什么来头 这么恨 战员独向来如此 习惯就好了 不过 他这一块陨石 却是帮了你们 打造一副准圣机拳甲 问题不大 准圣机甲成交 星河 你有数速之力 马上赶我地火空间去 你们俩谁杀的炎魔更多 脸兵的时候 我也会考虑一二的 好 成交 我这就去 可别死在那儿了哟 真不愧是地火空间 要不是有烛雀星魂帮我吸收周身的火力 只怕我早已烧成灰烬 这里的火力 比起天火星更加浓郁 根据古书记载 火力越是浓郁的地方 地心火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强 我就先去火力最强的地方看出来 散热 毫无疯 水 果无疯 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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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心火必在那里了 冲入我们的地盘 找死吗 只是只DGM而已 想抢地心火 你是活你了 别废话了 快速挠下他们 别影响了楚山兄弟 我的天哪 数量这么多 这些炎木是怎么繁殖的 这大猩猩好强啊 等我这死 水火一天急 水火不容 阴阳并击 这样杀下去不是办法 不会被这些炎魔消耗死的 我要更快突进过去 尽头 还没有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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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帮我开路 把我本尊修炼 还杀了本尊那么多子孙 你们俩的命 今天也是走到尽头了 好强 至少有七戒的力量 崴了你 手术之力 拿到地心火我就退 白痴才和奇迹炎魔死拼 我得趁机多收集一些 不然拼死跑一趟 带回去的火焰不够用就亏大了 这些应该够了 我这该死的善良 将你轰成章 七戒而已 也以为小爷怕了你 区区炎魔也敢和我嚣张 清晨童 日月轮回 明明只有四戒的境界 为何能爆发这么强的使命 以往动用星辰图 会很快透支星辰图的力量 但现在 借着朱穴仙魂吸射周围的火力 却可以源源不绝地补充星辰之力 这种感觉 真是天下无敌了 一个小鬼屈然敢压在我头上 我跟你拼了 火为藏身 那个少爷会怕你吗 拼就拼啊 修炎数千年 居然死在一个臭小鬼手上 我不甘心 这是七戒魔盒 七戒魔盒 还你 谢了 都还你人情 不对啊 烟门本来就是我杀的 你还什么人情了 我的小帅哥回来了 老板娘 你们来了 随便坐 不要客气 就当自己家一样 好小子 把我这个店铺当成自己家了 唉 别这么小气嘛 我可是收集了不少地心火呢 那你们谁干掉的烟魔更多呀 我们一样多 看起来你们联手了 差不多吧 他干掉的七戒烟魔 我还就在他手中 不可能吧 要是他能干掉七戒烟魔 还需要躲着我们吗 你的意思是说 老娘比不上他吗 没有没有 老板娘美丽无双 可爱大方 不见人见人 而且人见人怕 不 不是 是花剑花开 铁叔叔 赶紧替我们练兵吧 我们没有这么多时间 在这里耗下去 放心吧 我这就起火 把你的磨盒给我 磨盒 我用来打造他的圣棍 但我会用他的陨石 给你补偿 你们俩 都是各不亏欠的 放心吧 铁叔叔 铁叔叔打造兵器 容不得他人打扰 我们去外头等吧 好的 师姐 怎么 你要保他 说吧 该怎么赔偿我的损失 损失 什么损失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 我们可什么都没干 是你们想害我们在先呢 对啊 你害我们中毒 我们炸了你的电 两清 这事就当结过了 大家以何为贵吗 这么说 你们是不想陪我的东西了 要打就打 姑奶奶也不怕你 唉 打是打不过的啦 这位小哥哥 连七截研磨都能杀 我这娇滴滴的弱女子 不是以卵击石吗 不如 我们谈谈合作吧 我知道你们要去圣兴玉 而我也正巧要去 我们不熟 还是不一起的好 那我只好将他身上的秘密 都曝光 霸天标 雪凤凰他们 可是什么都告诉我了 你 好吧好吧 我们一块先往生兴玉 能有这么漂亮的姐姐陪伴 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 这样才乖嘛 放心吧 从现在起 咱们有共同的敌 准圣架这么快就练成了 铁兵果然有一手 师姐 我们快去看看吧 好 好强 这么一比较 我之前用的铁棍 简直就是垃圾 契合 真帅 哥哥总算有个少宗主的样子了 多谢铁大叔练制的战甲 来日清河 必有后报 来日的后报就算了 不如 现在就报吧 好 您开个架吧 铁叔叔 您不是一向是钱财如粪土的吗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气了 别给我戴高帽子 你看我这里这么寒酸 不补充一点家用怎么行啊 赶紧的 随便给个八万十万星石就行了 材料是我们的嘛 星河给铁大叔一万星石吧 咱们也不能亏待他是吧 你们知道这是准圣级战甲 哪怕是八阶星魂舞者 都未必可以破得了他 还觉得我这价高 信不信我拿去拍卖 至少超过百万的价值 三万 再多就没有了 太少了吧 现在三万星石 就算给要饭的 咱们 铁叔叔 我一个弱女子 你就忍心从我身上 住那点不易之财吗 凉龙姐的牺牲也太大了吧 那 那好吧 给你 五十万星石 你看看 都是一样的顾客 你们是铁空鸡石的 人家多么好些 是啊 我们太穷了 现在还着急赶路前往盛星域 就不在你这里久留了 这一壶酒是我亲自酿的 送给你了 灵龙丫头 你们就这样去盛星域了 不然呢 你们就这样去 无疑与送死没有什么区别 左右无事 本大叔陪你们走一走吧 正好也有事 去盛星域弄清楚 铁大叔 你真的愿意与我们前往吗 谁让我收了你的好酒呢 好办 我也该懂懂了 铁山羊 你可要想好了 你可要想好了 结果可能未必会如你所想的那样幸运 你们俩是老乡是吗 你这个老母鸡能去 我就不能去了 好 你这个铁山羊愿意出山 那就更有趣了 小贵子 多谢老板娘 多谢老板娘体调小的 老子转个头就跑 终于自由了 小贵子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身上沾染的毒气是去不掉的 我想找到你 乃是易如反尘 不要动弯心思 放心 老板娘 我对你的忠心 天地为正 日月可见 大爷 也是 我小贵子 哪有这么好的命 保重了 小贵子 老板娘 那边要是过得好 就别回来了 星辰图有反应 那里是什么星球 为什么那么残破 星河残地 一处很凶险的地方 据说 那里可以找到星河之源 若是得到它的话 实力便可以突飞猛进 突破至更高的境界 不过 我们赶时间 不宜进去 我想进去看看 小哥哥 那是一处九死一生之地 你确定要进去吗 以你的实力 还是别招死 听起来好刺激的样子啊 那就进去看看吧 星河 你别冲动 你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宗主还在等你去救呢 师姐 你照顾好灵儿 等我三天 三天 我一定出来 既然这样 我们陪你一块进去 对对 休想抛弃我 万一被他们抓住怎么办 我们一块进去吧 好 那就一起吧 我去圣星域等你们三天 三天不来 我就等你们死了 我可回我的老窝去喽 我也不陪你们疯 你们自己进去吧 你陪着我 正好我教你领悟这根圣棍的力量 好浓郁的星辰之力 星河残地 原本就是一处星辰之力 无比浓郁的地方 也是由于星辰之力太浓了 这个星球无法维持 结果爆炸 变成了现在的残核 然而残留的星辰之力 还是比其他星球浓郁的多 师姐 那星河之源呢 那是什么 星河之源 是星辰之力最本源的力量 散落在这个星球的各个角落 无数年来 很多生灵都想来此处 寻找星河之源 只不过 这里随时会出现 乱流冲洗的力量 这些力量 就算是九阶强者 也未必抵倒得了 所以大多数生灵 要么死在这里 要么重伤而返 至今也没有几个人 得到过星河之源 看来这里是一处危险之地 师姐 灵儿 你们进星辰图吧 是她指引我来这里的 我想 这里应该有她所需要的东西 水球 这里的星辰之力适合你吸收 你来开路 嗯 原本只是想到星空虎路上来磨练的 没想到 才刚找到这一小团星河之源 就被七界魔龙给盯上 真是可恶 事到如今 只有放弃星河之源了 不行 这么珍贵的东西 百年难得一遇 只要带回帮力 助帮主更上一层楼 就算是楚狂回来 帮主也不怕她 不错 我死都要护住她 马上交出星河之源 不让你们统统去死 完蛋了 被军上来了 雪莹 你先走 我能低档一会儿 天虹 我们快走吧 不得一会儿逃不掉了 可恶 再挣扎下去 也只是死路一样 星河之源 给你 天虹 你没事吧 是楚星河 他怎么来了 星辰图 就是感应到这东西 哪里来的小龙龙 你算什么东西 在这里想扰扰 水球不错 我们走 别和他们缠斗 想走 哪有这么容易 把星河之源留下 愿作饶你不死 谁走 你这条臭虫子 看起来挺不错的 我要吃了你 喂 水球 别玩了 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呢 不 我要吃了这条臭虫子 星河居然这么快 得到星河之源了 吸收了星河之源的星辰图 像是活了 这星辰图 不会是装了 所有的星魂在这里吧 我没见过 没想到竟然便宜了他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那种奇迹魔龙 可不是楚星河对付得了的 等他们两败俱伤 我们再把星河之人夺回来 凭你的实力 只知道抱头数窜 还想捡便宜 原意说得有点道理 我们先尽管其变 雪莹 这里环境如何你也懂得 眼前这条魔龙 和那只龙龟实力强大 不是我们可以对付得了的 真等他们打完了 我们也没有足够实力去抢 不要去冒险了好吗 我们不冒险 远远地看着就好 一旦不对 我们马上撤 你看可以吗 好吧 就听你的 你这王八三什么东西 当我做星河之人 我弄死你 你这个臭厨子还敢反抗 找死 你要抢星河之源 尽管来呀 居然都是拥有四种新魂 苍龙降临 撕碎天地 白虎出现 煞气冲天 朱雀斩翅 毁灭苍生 玄武涂水 搬将倒海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有种别逃啊 太棒了 四大星魂 原来可以这么强大 他 他真是主星河吗 为何变得这么恐怖了 四大点击星魂 太恐怖了 真有这样的人吗 不能再让他成长下去了 不能再让他成长下去了 不然将来 鹰方必有难 这是另一个楚狂 不 应该比楚狂更可怕 别冲动 现在的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我们赶紧走 雷抱就来了 水球快走 有危险 古然如世界所说 这里随时会出现 乱流冲袭的力量 自然的力量 可不是我们人类能够抗抗 根本摸不准 雷电往哪儿劈 快逃二水球 被劈到 可就变成烤乌龟了 这么多话 你自己向来飞 水球 这边这边 这里感觉不到半点危险 为何我内心 却是慌慌的 多想无意 迅速找到星辰图 所需要的力量 又是一块星河之源 比之前得到的星河之源 还大 不好 果然有危险 世界你看 我得到了一大份星河之源 好能的煞气 不对 这个不是星河之源 而是星河之煞 什么是星河之煞 星河之煞 是一种极端的煞气力量 它与星河之源 外形相似 却是两种相反的力量 没想到 星河之源 居然连星河之煞也能吸收 力量有正有邪 是这个意思吗 确切地说 是有阴有阳 阴阳并济 才是最完整的力量 宝物有灵 既然星河图 带领我找到星河之煞 并吸收它 我想 这一定对我们的修炼有帮助 而且世界也说了 阴阳并济 力量才能完整 我们就在星沉图里 练花这股力量吧 星沉图到底是怎么练成的 太神奇了 嗯 好好修炼吧 这次 我们一定可以蜕变 到了圣星域 不会再去霸天镖它们了 星河之源和星河之煞 正好暗合了水火离天极的力量 让我试着融合它们 阴阳并济 日月轮回 看来星河 已经找到修炼的方法了 灵儿 我们也吸收一些煞气 修炼试试吧 要尽快突破 才能更有把握救出宗主 嗯 不能全靠抽星河 一个人去救爹爹 我也要变得更强 好 圣老 真是美妙的地方 敢跟我圣新玉作对 注定了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法少 这就是楚星河的父亲楚狂吗 是啊 除了他 还会有谁能让本少降临这里呢 三个月之期快到了 楚星河还在磨磨蹭蹭 他不想要楚狂的性命了 少主 根据传回来的消息 楚星河已经在来圣新玉的路上了 另外 他们的实力增强了不少 越来越难对付了 再难对付 来到了圣新玉 这里都会有他们一个位置的 楚狂 你听到了吗 你的宝贝儿子来救你了 假装没听到吗 给他来点刺激点的 是 少主 乌尔 必可救我出去 你这人真好玩 我以为你会不希望你儿子来送死呢 居然还盼着你儿子能来救你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有情有义 不错不错 你想错了 我知道 我阻止不了我儿的行动 他既然敢来 肯定能把我救出去 我不认为他是早要的命 好 很好 很快我就提着他的人头来见你了 你还有一个女儿吧 叫楚灵儿 长得很水灵 要是死了 不知道你会不会心痛啊 灵儿自有他哥哥保护 我相信我的两个孩子 倒是你 如此身份地位 却连孩子都不放过 这就是你们盛行欲的风范吗 不失去 不过你要是能告诉我星辰图是从何处发现 我或许可以饶你们一命 我早已经说过了 星辰图是自动找上我儿的 不是我找的 你这种人 是不可能有这种机缘的 如今星辰图与楚心河越来越契合了 只有他敢来这里 拿下他之后 必将星辰图剥夺住 到时候你就睁大眼睛看看 你儿子是怎么死的吧 星河 那边便是神心欲吗 好漂亮啊 星河慧懼 日月当空 圣域无双 绝非是浪德殉民的 看来 这地方有星辰图需要的能量 小哥哥 师姐 既然我们已经到了圣星欲 就先低调行事 熟悉圣星欲的情况 打听爹的下落 好做到知己知彼 不错 毕竟不是我们的主场 只是我们时间不多 要怎样才能最快地掌握圣星欲的信息呢 小帅哥 你抬头看看 看到了吗 这些是星空船 交上星石 便可以带你遨游圣星欲 快速了解圣星欲的地形 而且船上鱼龙混杂 最适合打探消息了 那我们去渡船吧 已经忍不住想要见识一番了 就是 我要坐那座凤凤船 感觉好漂亮 那就走吧 我带你们去 这风景太美了 这船太气派了 这一万星石花的可真值 楚星河 欢迎你们乘坐我家族的 父皇星空船 去父皇 看来这回真的低调不了了 我们如约而来 霸天标何在 大少在圣星欲中心等着你们呢 我不过是提前来迎接你们罢了 姐姐好久不见 多谢你替我一路护送他们来这里 这么客气干嘛 谁让你是我妹妹呢 我不帮你帮谁呀 不过 她现在是你姐夫了 你可不能害她 大姐 我什么时候成她的姐夫了 你可不能乱讲 无耻 早就知道你跟着我们肯定有故地 看我一脚把你踢下去 蓮儿别急 这位大姐愿意要你哥也是挺好的嘛 要身材有身材 而且还长得貌美 妹妹说得这么直接 人家好羞涩 死到临头了 还有心情开玩笑 是谁给他们这样的勇气 可惜了 我喜欢的小哥哥呀 霸少给你介绍的小哥哥还少吗 怎么没见你看上他们 都没他有味道嘛 人家可是要亲手毁掉的 别客套了 我既然来了 就是要救我父亲离去的 话出道来吧 就凭你们几个人 能翻起什么风浪 乖乖交出星辰图 随我去见霸少吧 既然都上了贼船 我也不打算下去了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盛兴玉中心吧 够胆量 那我们就取航了 等等 既然你是来接我们的 是不是应该把星石退给我们 什么意思 刚刚上船 你们收了我们星石的费用 你不会不认吧 拿去 好好享受最后这段旅途时光吧 看她的气息 应该已经与星辰图融为一体了 要是这么简单 霸少也不会这么在乎了 她是我妹妹不错 但我们现在真没关系 你们相信吗 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看 有什么宝物交易的 都算在我头上 这艘船上还真有不少好东西 有炼器用的高级食材 有炼丹用的灵药 还有一些罕见奇珍 你们看看 有什么合适的就买下来 快看 那是不是火灵珠 想不到这里也有 那是散发着火焰的珠雀鱼吗 不行 我要得到它 重新盒 快给我买下来 这里的天才地宝颇多 有很多是以前只听说过 却难遇上的 在这里 确实可以轻易可见 这个怎么卖 客观有眼光 这密银精石是炼制圣兵的材料之一 价格十万兵的材料之一 这么贵 你怎么不去抢 我看一千兴石都不用 铁叔叔 这块石头值吗 这要看落到谁手里 落到你们手中 一千兴石都不值 落到炼器师手中 十万兴石也不算太贵 既然铁大叔有用 要了 终于再来一个肥羊 不过 我喜欢这颗珠子 买一送一我就要 客观 这颗珠子可是从藏龙空间中找到的 你就这样 那我不要了 我卖我卖 今天亏本也卖了 客观 这颗珠子我要了 我已经买了 高手 年轻人 你看上了 不代表是你的 这颗珠子 我出十万兴石 拜见龙将大人 您要尽管拿去好了 哪敢收您的钱呢 做生意要讲信誉 我们已经讲好了 你怎么能让给他呢 我不管他是谁 这珠子 我要定了 堂堂龙将 还要抢一个孩子的东西 龙将 铁山羊 我可没有强强 价高者得 一直是这儿的规矩 但是也要讲个先来后到 这位小友已经成交了 你现在插一手 不是抢夺 是什么 那个人是谁啊 穿得破破烂烂的 竟然敢用这种口气 跟龙将讲话 是啊 要知道 龙无敌 可是万界之主 手下的四大战将之一 实力接近圣境强者 统于一方借土 手握魔龙军团 这要是得罪了他 肯定被送进监狱 关个十年八年了 铁山羊 什么时候 你也多管这种闲事了 今天谁来都没用 你更不行 哼 哟 龙将军 你这么欺负我家男人 也没把我放在眼里 季师师 你也跟着堕落了 人家在盛心欲没地位 当然要找一个 自己喜欢的男人 走完下半辈子了 就凭你们俩 也想出头 哼 不自量力 小兄弟 这一块秘银金石 我送给你 这个珠子 便让给龙将大人吧 这可不行 咱们已经说好了 再说了 你只怕他 就不怕我吗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啊 我可是才貌与实力并重的 万界星河天选之子 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 无敌美少年 楚 星 河 星河 如此年轻 竟有七级实力 龙将大人福地总体 他们是去圣星域送死的 就算他拿了龙将大人心爱之物 到了圣星域后 一样会吐出来的 这小子是少主要的人 既是天标要的人 那好 就先让他保管一下 小兄弟啊 敢得罪龙将大人 到了圣星域 你死定了 你没听到吗 我去圣星域 就是去送死的 希望 我的感受不会错 用星魂之力感应试试 真是龙珠 太好了 龙珠让我的苍龙新魂 直接迈入了五级境界 太神奇了 那个龙无敌 应该也是苍龙新魂 所以他也可以感应得到 这珠子的部分 还好没让他得逞 不然一个龙将 我就对付不了 还怎么救出爹娘 但是 我都还CER Similarly 现在 Burn 那 迢 整 里面 在 从 尽 在 看 盒 但是 供应主人回馈 不会这么巧吧 怎么会是这条魔龙 真是冤家路窄啊 主人就是他抢了您要的心和支援 快把他拿下 你这条魔龙怎么拿起嘴来就说啊 我都不认识你 凭什么时候我抢了你的东西 我看你就是自己任务没完成 想栽赃 你不要狡辩了 星和支援就在你身上 主人赶紧从他身上抢回来 小子乖乖把东西都交出来 免得我动手 都说了没有了 是你这条畜生自己吞了吧 星和支援已经被星辰图吸收了 我交什么东西出来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龙将大人不要着急 这个人是霸少指明要的 等我带他去见霸少 你要的东西 霸少会一并交给你的 先是龙珠再是星河之源 现在还对我出言不信 我已经没耐心再等天标来处理他了 龙将不要着急 先听本少爷 终于出现了 天标 这是你要抓的人 我等他很久了 龙将 他拿你的东西 我会让他一一吐出来的 不如我现在就拿下他 再让他将你要的东西交出来 实不相瞒 这小子摆了我一栋 要是不把这场子找回来 我心中怒气难消 好 那就交给天标你了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如果你拿不下他 就别怪我出手了 放心 到了摄胜星域 他就是茶翅都难飞了 主人 拿他身上星河之源 我知道了 霸天标 星辰图我可以交给你 但是你要放了我父亲 星辰图 主上要找的星辰图在他身上 传说 那是一张神图 用了今天之秘 谁得到他 便可以承拔万界星河 成为星河之村 没想到在这小子身上 宠星河你找死 你不是要星辰图吗 我现在就给你 你把我父亲交出来 你疯了 快把他交给我 给你们 少女得手了 龙将 还请住手 这星辰图是我的 星辰图是主上寻找多年的神物 我要带他回去 避免节外生枝 这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了 真的怎么会待在身上呢 我要见我父亲 见不到他 我绝不会交出星辰图 你可耍我 先拿下你们 让你们炒着圣行域的酷刑 请不幸你不交出星辰图 星辰图事关重大 不容有失 拿下他们 我来这里是要找回我父亲 重建星辰宗的 若是你们执意要战 那我楚星河 奉陪到底 不错 虽然在圣行域 但我们星辰宗的人 也不是任能拿捏的 你们这群坏蛋 敢抓我爹爹 我要把你们都射成山子 楚星河 赶来圣行域 是你做了最错的选择 二少 这小哥哥交给我来对付 废话少说 一起上 打下他们 导教 我喜欢 大木头 真的是你们 终于又见到你们了 真好 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都没时间先叙叙旧 命运就是如此安排的 我感觉慕勇变强了很多 得想个办法拖延时间 不能让这么多朋友 陪着我冒险 这个愚蠢的家伙 居然还活着 一会儿 你去把那个傻子给杀了 暗眼的家伙 我下不了手 你不会针对这个傻大哥 有意思了吧 怎么可能 霸天彪 就这么在大街上打群架 着实有点不讲究 不如我们再读一局吧 约个时间 公平对战 规则拟定 如果我们能赢的话 你把我爹放出来 若是我们输了 星辰图 我便交给你 这里是圣星玉 我的地盘 你觉得我还需要与你玩这种无聊的把戏 所以我才大方地让你们定规矩啊 而且 这不是把戏 而是决定命运的赌注 难道 你还怕输不成 你若是怕死 交出星辰图 你父亲就可以平安回归 甚至还可以跟我霸天彪结交为友 做我圣星玉的贵宾 如若不然 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父亲的几日 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在得到星辰图以后 顺手将我的父亲给杀了 看来 你是不相信我霸天彪了 那就别怪我落手无情了 等我将你们统统关进圣牢 言行逼供 看你到时候是说还是不说 且慢 龙将 你想干嘛 天彪 这事 还是由主上定夺吧 事急从全 我现在就要拿下它 外界万象之处 星辰图 又在此子身上 星辰图 不在我身上 是哪 本尊敢拧一下便知 星辰图 不能吸这些力量 会被发现的 主上 他还是个少年 您一尊之主 何必跟他计较 陈阳 你敢反抗我 主上 与他讲话 你莫不是想死 好难受啊 主上 如此为难一个少年 确实又失身分分 不如由我来劝劝他 让他把星辰图交出来 只是 连你也决定背叛我了吗 谈何背叛 我只是一个 被抛弃的怨妇罢了 现在 我喜欢像他这样的小弟 只求你网开一面 好 很好 你还真是水星扬花 我要将他们父子俩 都给活活撕裂 他死了 您就没办法得到星辰图了 可恶 我 坚持不住了 阿田表东无敌二人听令 接受他的赌约 击败他 逼他交出星辰图 若是让他赢了 我自会放了楚荒 看你们俩 以头来见 是 星达 你怎么样了 赌线河 你可别吓我呀 你醒醒 醒醒 修虎 赌线河 让他交出 让他交出星辰图 不知道 龙将有什么好主意 既然 虎独被关在圣牢被关在圣牢里 那就让他们闯圣牢 如果他们能闯到 褚狂的囚禁之地 便让他们带走 褚狂 如果闯不到 那么就算他们输了 这个 恐怕不行 圣牢关的 可都是穷凶极恶的重罪 万一被他们救出了其中一两个 我们可担待不起 哼 圣牢是什么地方 你还不清楚 狱长可是有八节以上实力 还有阵法加持 更何况 那些囚犯被关押多年 就算被救出来 也没有什么战斗力 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我再把我那两位大哥请来助阵 他们就算是有铁山羊 几十师相助 最后 也只能在圣牢中 束手就擒 龙将就是龙将 果然老谋深算 楚星河 我的星河之源 还有那颗龙珠 暂记在你身上 三日之后 我自会让你吐出来 楚星河 想要救你父亲 便来圣牢吧 只要你们可以找到 你父亲所在的牢房 便算你们赢 如果败下阵来 就乖乖地把星沉图交出来 圣牢 那是什么地方 铁兵和祭妃会告诉你们的 凤凰 给他们一张圣牢指引图 三天之后 你们闯圣牢 过期不后 姐 你真要跟他们一路走到黑吗 妹妹 我已经看错了一个男人 我相信 他能给我答案 好 那我们就看看 谁可以挽回我们家族的荣耀 跟我来吧 我在这里也有一处酒店 先把伤养好 再考虑你们下一步的事 老子 你有什么打算啊 也要趟这趟浑水吗 要 陪你们闯上牢 老袁呢 老袁 天镖 你可知罪 父王 儿臣不知 从小我就知道你野心极大 将来想要坐上我的位置 但是没想到 你居然敢打星辰图的主意 看来 是本尊太放纵你了 父王 我的确得到了星辰图的消息 但一直没有看到他的真面目 不敢百分百确定 怕父王空欢喜一场 就算儿臣拿到星辰图 也只会献给父王 如何敢有异心 自你去蓝帝星开始 你的一举一动都在父王的掌握之中 你若没有异心 早该向我禀报 何至于拖到今天 不过 念在你江人引来了圣星欲 这事便让你江功补过 在圣牢中解决了他们 记住 星辰图 星辰图 不容有失 是 父王 老四 对付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也需要我们出马吗 大哥 星辰图在此子身上 主上交代 不容有失 一个孩子而已 就算星辰图再神秘 难道还能掀翻圣牢不成 二哥 铁山羊和纪师师也回来了 而且他们身后 跟着一个拿棍子的小子 我总觉得很眼熟 连他们都回圣星欲了 看来事情变得有趣了 铁叔叔 我知道你来历不凡 可是为何要与我们 一道对付万劫之主呢 还有纪师师又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霸天标 又叫他纪妃 曾经的圣星欲 是一处容纳个性和文明的地方 无比繁荣 无比和谐 但是啊 自从新一届万届之主上位开始 这里被他的霸权所掌控 凡是不服从他命令的人 统统被关进了圣牢 曾经环绕着圣星欲的 有十二星辰 分别是 鼠 牛 鼠 兔 龙 蛇 马 羊 猴 鸡 狗 兔 这每一颗星辰 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星魂 负责圣星欲 重要的生产运转 我山阳星 主要负责练兵 替圣星欲 远远不绝地提供高级兵器 地位极构 可是万劫之主 要我们为他一人打造绝世圣兵 耗尽了整个星球的资源 而且最后啊 还落到被灭族的下场 为什么会这样 一把绝世圣兵 但也是一把绝世的凶兵 无剑血 如何能开封 而且啊 只要我们一族被灭 就再也不会有人炼之初 能与之抗衡的武器了 什么狗屁万劫之主 简直丧心病狂 这因 我和我妹妹当时还是孩子 所以逃过了一劫 你还有个妹妹 那该长什么模样 再说说几十诗吧 这个女人 原本是万劫之主的皇妃 可惜啊 万劫之主 最后喜欢上了四盏将中的土将 就将她流放到了赤岩兴 这一次她随你们回来 应该也是有所目的的 那她 会不会只是利用我们 最终还是想当她的王妃 女人心海底针 这谁又知道呢 不过以前的几十诗 是一个最讨厌毒物的女人 因为她的攻击星魂 正是毒物的克星 万劫之主将她流放到赤岩兴 就是要她与各种毒物为伍 也不知 她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 对自己曾经爱过的女人 弃之如碧驴 万劫之主 当真是无情无义 不过 在这万劫星河 想得一个真心人 还是挺难的 真不会是万劫之主 随便一出手 就能将我压成重伤 东方苍龙 修灵俱弃 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在万劫之主 强大的压力下 反而激发了我身体的潜力 借助星辰图的力量 恢复之后 我应该会比之心更强 不要趁着这三天 再次突破紧接 不能什么都快抽星河 我也是星辰宗宗中 蠢狂的女儿 这次 一定要救爹地 赌上我星辰宗的荣誉 星河 你好了吗 我们都在等着呢 抱歉 让你们久等了 这惊人的气势是怎么回事 臭星河还是比我厉害 好巧 这小子这么快又进阶了 不愧是我看中了男人 感谢大家陪我一路来到圣星域 今天我要前往圣牢做我父亲 这是我的私事 你们就不要跟着来了 我不想你们出事 臭星河 就娶你伟大救父 我就要躲在你身后吗 少看不起 我也要去 都陪你来到这里了 哪里还有退缩的道理 你去哪 我就去哪 我们是 是兄弟 还有我 好锋利的剑气 是小风 我来了 你不该来的 我的剑 愿意为你而守 你们 你们对我可真好 此区九死一生 你们真的没必要这么傻 走死了 婆婆妈妈的 我可不是为了你去的 再不走 我就自己去了 好 那我们出发 你们这一次去圣牢啊 那里 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 先制定下计划 这样可以让你们减少一些麻烦 先说好啊 我可不参与战斗 我就是 故地重游一下 我也不参与战斗 小哥哥 我在旁边 给你加油打气哦 那我谢谢你啊 铁叔叔 那就请你讲一下 圣牢的情况吧 圣牢 共分为十二层 一楼大厅进去 就会看到十二个门 你们一共有六人 一起闯圣牢 分头行动的话 第一次找到你爹的机会 就有一半了 他们一定不会让我 这么轻易就获胜的 不错 圣牢在狱长的控制下 可以空间互换 就算你们选的是 楚狂的牢房 也会被换成其他牢房 你们啊 得做好战斗的准备啊 哦 那打败对手之后呢 嗯 小妮子很有自信嘛 打败对手之后 再次从牢门出去 会直接传送到 另一个牢房 你们只要打败 第一批对手 进第二个牢房的时候 就一定会有一个人 找到楚狂 击败楚狂的看守者 你们就成功了 那么 在进入第二个牢房的时候 如果没有发现宗主 是不是可以马上撤退 去帮助其他同伴 那就要看你们 走不走的调了 牢房中 可是有很多机关陷阱的 想马上找到楚狂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次的目的 就是救出我爹 只要找到我爹 这场赌约就是我们赢了 万界之主 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不管是谁 敢挡我的路 我就要将它 展落在我剑下 唉 这次的对手很强 不要逞能 这些家伙的目的 也不是要我们的性命 我希望大家都能平安归来 多谢你们的帮助 如果救出父亲 将来我姓陈宗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的 报答就算了 把你们洗劫我的财物 归还我即可 那可是我累积多年的老本了 不过 你要是以身相许 这些 就当我的嫁妆了 你看怎么样 老母鸡 你还真是不害臊啊 怎么 你有意见 没有没有 我去双手赞成 我说小兄弟 你赶紧从了这老母鸡吧 那么丰厚的家装啊 你该知足了 那个师姐 我们快出发吧 此战不容有失 必须速战速决 楚心河交给本少 本少必定生情他 逼他交出行程度 其他人若是生情不了 格杀勿论 是 龙将 你还有什么需要吩咐的吗 天彪你安排得很好了 只要有那几个人在 他们插翅也难飞 好了 你们去各自的牢房准备吧 是 楚心河 只要你们敢来 这一次一定让你们 大清镖 好强的气势 这个楚心河 一定是炼化了龙珠和星河之源 否则实力 绝不可能提升得那么快 我们来了 好 还真来了 有胆量 就算是龙潭虎穴也是要来的 凭你们 休想足助 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大口气 行了 不用放开话了 抓点紧 说说规矩吧 找到楚狂 将他救出来 便算你们赢 如果你们统统被抓住了 便算你们输 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一个人找到我爹 就算这场赌局结束了 没错 如果你们把我爹早早转移了 让我们白照一趟怎么办 早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了 睁大眼睛看看吧 爹 你们这群畜生竟然如此沉默我爹 我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好了 游戏 开始 走吧 照计划显示 铁叔叔 你们呢 不用管我 我就会会老朋友 我就在这里 等你们好消息 回去吧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是何人 剑圣守徒 马剑 那你受死 你和韩七伯一样 令人厌恶 七姐幸福的力量 天狼圣守徒 天狼圣剑居然在你手中 杀了你倒是可惜 等你什么时候修炼制八级实力 再来这里吧 我要是不能 那便是死 身为英明剑客 剑心 比生命更重要 高剑圣将剑术传授给你了 你速度不慢 可惜实力与我相差太远了 再不听手 你必死无疑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警告 再不听话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你废话真多 我都想进行 杀 马踏星空 就算你有的圣剑又如何 就算你凝聚了剑心又如何 实力的差距 尤其是你这种乳秀未干的小子 可以抹平的 你 你错了 剑眼 就算在千万剑客中 也只有一人能修炼成剑眼 居然让你领悟了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但是我一样可以杀了你 但是我一样可以杀了你 天狼绝行 你自己找死 那就羞怪我无情了 小枫这么快就打起来了 怎么 你也急着送死吗 圣星御少主亲自上啊 不过 既然你出现在这里 应该说明我爹 没有被关在这个牢房了 你怎么就能断定 因为凭你还不够个看守我爹 至少也应该是个龙匠虫匠什么的 废话少说 来吧 只要你能够伤到我 我这一关 算你过了 你这个纸老虎 在利宴酒吧的教训还不够吗 我承认当时大意了 但这次不会了 把新尘毒乖乖敲出来 否则你们都要死 我都已经踏进这里了 怎么可能放弃 都这时候了 还讲大话 你这个人 好像脑袋不太好使 小枫和你找死 伍伍伸腿 就这么点力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朱雀星魂 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时间 朱雀星魂就提升到了母亲 可惜你遇上的是我 白虎星魂 可恶 好强的奇迹 楚星河 这三个月你竟不适合 但是你可能还不太了解 我的实力 只要是忠心臣服于 万界之主的人 在这圣星欲 星魂力量都会得到 大幅提升 当初在烈焰酒吧 我确实只有五阶星魂境界 那是因为离开了圣星欲 星魂等级被封印 而我真实的实力是七阶星魂境界 离八阶星魂 也不过是一步之遥 我还一直以为你就是个绣花枕头 就靠一张嘴了 我知道你是想激怒 但你老爹 可没那么多时间等你哦 实力差距悬殊 每一关都不好过啊 这就是星眼兽的白虎星魂 关关难过 关关过 看看是谁的白虎星魂更厉害 又见面了 玲珑老板 你打我的那鞭子 我可还记着呢 手下败将 没想到又安排你来送死了 在这圣牢 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疼蛇之力 怎么回事 我居然无法在这片小小的空间之中穿梭 这片空间里有静置法阵压制 你想要穿梭 还得问问我搭不搭 乖乖束手就齐了 你是不是得意得太早呢 靠着点小手段 就想赢我吗 怎么会这样 我效忠了万劫之主 受到升星魂新魂力量的增幅 已经达到六级新魂境界 为什么还是大不赢你 不好意思 我现在的实力可是七级 七级新魂境界 短短三个月时间 你就提升了两级境界 这怎么可能 我赶时间 你认输 我不能辜负了霸首的期望 你休想从我这里离开 如雀西魂 你还真是不死心呢 你 小丫头 放弃挣扎吧 很快 你就会跟其他人一样 被我们拿下 奉劝你还是早点投降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上一次在酒吧一战 还没有过瘾吗 你和那个娘娘枪 可是被打得抱头鼠窜 酒吧一战 败在你们手下 一直是我的耻辱 今天我就要找回场子 先打败你这个傻大个儿 再去抓那个帅气的小哥哥 是 是你 灵儿说你是个娘娘枪 那我见你一次 打 打你一次 口气倒是不小 和你哥哥 乖乖地将星辰图交出来 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事了 那是一张神图 又几是你们能够染指的 你真是自无量力 臭星河为了救父亲 一直拼命修炼 而我总是拖大的后腿 我绝对不能再输了 再过少说 别浪费时间了 本小姐要把你打成 真的猪头 不要忘了 我也是玩火的高手 打你 打你 想不到你的蛮劲还真大 不过在我面前 你跑不了好的 这小牙刀怎么进步这么快 我受到圣形玉的力量增幅 现在已经是五千星会境界了 竟然还完全出了下方 我能就此输着 给我巴掌的脸 则 那我只要留在圣形 你就难了 这个家伙怎么这么强 完全上不到 几个月前 他在这有三界的实力 现在简直不是我能抗好的 你伤不 国武神队 可能 你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大了 因为你们没有赌上圣形玉的修炼 别过来 本小姐不发威 但我病猫 现在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下一个疗法 希望能找到爹爹 你的剑眼虽是厉害 但是终究不是我的对手 这一战 到此结束吧 一年 再给我一年 我一定可以打败他的 放弃吧 放弃吧 再站下去 可就要绝生死了 马剑 你应该一开始就将他拿下 为何一直与他比试 他是韩岐佛的儿子 难得如此年轻就凝聚了剑心 领悟了剑影 还获得了天狼圣剑和狗剑上的传承 同为剑客 我想看他最后能成长到什么程度 他就是韩岐佛的儿子 没错 不错 那个永远只会一剑的剑刀奇才 韩岐佛的儿子 那你还在此磨练他的剑脑 不怕他将来杀了你 身为剑客 怕他不是死 剑客怕他 是没有对手 无聊的信仰 既然你不忍心下手 那我就亲自出手拿下他来 如果你没死在圣牢 一年后再来找我比试吧 楚狂 你为何如此倔强 把星辰图的秘密说出来 他们或许一个都不用死 到现在你还闭口不说 真是一点都不在乎你儿子他们的性命啊 都说了我不知道 五二星河 尤其是你们这群小小之辈能抓得住的 你对你儿子倒是很自信啊 按你自己呢 愚蠢至极 到现在还以为主上拿下你是为了星辰图吗 其实他在乎的是你的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太张扬了 实力提升太快了 将有望成为最年轻的圣人 而你也很有野心 你敢说你不想成为万界之主 谁实力强大 谁便是万界之主 这又有什么不对 真是狂妄 如今已是阶下之囚 还不知悔改 等一会儿你儿子女儿都被抓来 你就知道错了 臭小子 来得真快 没想到你五阶的白虎 竟然与我七阶的白虎品业 你本身的实力也在短时间内提升这么多 星辰图偶然傲妙无群 乖乖给我交出来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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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阶藏龙星魂 你不动点真格的 可是很难伤到我的 你想要快点死 当然要成全你 霓虎杀拳 看我的绝世一招 你山步 我还要找我爹 谁有时间和你在这磨蹭 周星河 逃不掉的 谢凤凰 你看好霸天镖 想跟在他身边 不就是想等他当上万劫之主了 可惜你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他思夺星辰图 不向万劫之主禀报 万劫之主已经对他起疑了 你不要冥完不灵了 你凶又漂泊离剑 根本不清楚 罢手与主圣的关系 就算他们是父子又能如何 以万劫之主的凶才 血缘关系 又算得了什么呢 行了 我不跟你等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我得赶紧去找宗主吧 霍可淋楼 我不会放过你的 嗯 嗯 华 左叔 圣牢重地 岂能容你放肆 你是何人 圣牢副域长 骑太龙 你要拦我 不究竟 一只野猴子 反应还挺快 丑八怪 算什么东西 六节战予星 打死你 小子 你又算什么东西 想不到 你还会回来 不怕这牢房里 会有你一席之地呢 你可别小看了那些年轻人 不是我小看了他们 而是你小看了自己 只有我们家族打造的圣牢 又岂是他们可以攻破的 对吧 我亲爱的哥哥 是啊 可惜 这里成为了家族最大的讽刺 而你 为何还甘愿留下来 替万界之主看守这里 难道你不知道 家族因谁而毁灭的吗 哼 他是主上 我们服从他是理所当然的 能掌管这里的一切 更是我的荣耀 也是家族的荣耀 主上没有对你赶尽杀绝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天人 你只知道享受权力的欲望 将家族的仇恨 帮得一根而尽的吗 现在说这个 有什么意义 当初你丢下我独自离开 现在一回来就指责我 你根本没有资格教训我 的确 在你心里 我是个不称职的哥哥吧 甚至连自己唯一的妹妹 都没能保护好 够了 我不想听这些 我知道你来找我是想阻止 我继续控制圣牢 哼 那就看你这些 有没有退步了 也是应该 做个了断了 蛇肉 一定很香 可惜我现在没时间吃你们 星河他爹也不在这里 那我去别的地方找 你这个人 一身蛮力倒是挺强大的 若是可以牺牲你的精元 对老娘提升大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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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是谁啊 对老娘提升大有病 我对老娘提升大有病 你真不介风情啊 为什么不从了姐姐呢 姐姐难道长得很丑吗 你 你不愁 但是 你不是好人 是吗 你这个傻道个儿 好像也不傻 如果我不是好人 刚才就吃掉你了 还能让你逃了吗 你 你让开 我不想打女人 哟 还挺怜香惜玉的呢 那他是不是好人呢 你能下手打他吗 傻大哥 好久不见 对不起 不用道歉 我 我挺好的 你们让开好不好 你回去吧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 我 我一定要过去 那你就先打败我吧 一身步 你不喜欢我了吗 不想再跟我在一起了吗 我 我喜欢你 但我不想你利用我 骗我的朋友 你的身法倒是很有意思 不过想出去 要问问我答不答应 你也让开 那就看你的力量够不够了 别阻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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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是有曲解的实力 我的力量 我 我的力量好像被消失 我 我的力量好像被消失 忍耐 光靠一身蛮力有什么用啊 不如将你这身力量 都统统贡献给我 不如将你这身力量都统统贡献给我 韩晓风 你的剑术不错 可惜境界还弱 到这里 就是你的终点了 是不是终点 苹果才会知道 念在你是韩其伯的儿子 给你一次归顺我的机会 只要你点头 你便可以成为我麾下魔龙将 拥有滔天的权柄 你以为如何 你没兴趣 还留几件计 不自量力 马剑和你比剑是因为尊重你 我可没有这样的心思 看来宗主也不会在这里了 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难怪无敌说我一定会喜欢的 果然没有错 我叫胡猛男 万劫之主手下的四大猛将之一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抓住你了 去死吧大块头 红蛇缠杀 小娘子 你这点力量太弱了 乖乖跟了我吧 既然是八戒五星魂 比我还要高一个境界 我不能在这里被撞 不错不错 有这样的实力 才配得上我胡猛男 我越来越喜欢你了 我的攻击对他没有什么用 看来要想办法逃了 热地金锤 刚才进来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试试看吧 恒蛇之力 不可能 他有什么能力在本将眼皮底下逃跑 圣导里应该有禁止法阵才对 难道御长 就凭你还想跟我了断 我知道你只是想拖住我 不让我继续控制圣牢 解除圣牢的禁止法阵 无所谓 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为什么不换伤 说话呀 哥哥 怎么能打妹妹呢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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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 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不在我身边 为什么 你暗走 对不起 你受了很多苦吧 谁让你回来的 我一个人很好 很好 这次回来 哥哥再也不离开你了 好不好 爹爹你在哪儿啊 爹爹你在哪儿 连二来找你了 李娜 你把大木头怎么了 你这个蛇心肠的女人 大木头 醒醒啊 小妹妹别着急 你也跟我走一遭吧 你是谁 真恶心 谁会跟你走啊 居然欺负大木头 我和你们骗了 小妮子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 小妮子脾气怎么这么暴躁啊 你也不过是六阶新魂境界而已 看我的虎武神腿 谁啊 这年轻的肌肤 哥 你要找到 找到 爹爹啊 田彪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去对付楚星河了吗 楚星河趁我不被逃走了 也不知狱长是怎么回事 禁制法阵也消失了 现在根本追踪不到他的气息 这圣老这么多牢房 我们反而处于被动 我已经抓住了韩岐伯的儿子 银蛇女也抓住了 那个傻大哥和楚狂的女儿 正在遣送过来 剩下几个小老鼠 也就手道擒来的事 你何必这么着急 八少 属下拜使不力 让诸葛玲珑掏走了 有何用 有着圣心玉的心魂之力增幅 居然还一个个都败下阵来 一群废物 天彪 你这脾气越发渐长了 有我两位大哥阵守 你还怕几个小孩子翻了天不成 龙江 你就不担心吗 那楚星河有星辰图在身 若是再拖下去 他与星辰图融合更深 不知道势力还会提升到什么 天彥御长 你别误会 我的意思是 你该协助我们拿下那些家伙 这是主上给我们的任务 那是你们俩的任务 不是我的任务 我已经协助你们控制圣牢的空间法阵 而你们派来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抓住他们 要是逃了其他药粉 我还怕主上置我一个看守不利之罪 铁燕御长 你要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 是主上要得到星辰图 把我这里弄得鸡飞狗跳 也不是主上希望看到的吧 所以 你现在兄妹相认了 也不愿意出手了 哼 我已经配合过你们了 连几个小鬼都拿不下 你还有什么资格说我 何况 还有虎将 牛将 他们一并支持 没有理由失手了 哼 我已经将楚星河的妹妹 和她的两个同伴带回来了 本来楚星河是我的 可是天彪偏偏让她跑了 现在人又找不到 只能拜托你这位大狱长帮忙了 我再说一遍 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我也再提醒你们一次 圣牢中可不止楚狂一个重犯 若是因为你们这一场闹剧放跑了其他人 恐怕你们没办法跟主上交代 幸亏有这根神棍 否则 我早已死在了他的手中 真是可恶 没想到圣牢的副狱长 神明会这么强大 老头小子 敢来劫狱 受死吧 谁 给我滚出来 圆天霸 这牢帮你关的是我们宗主吗 不 是我祖书 我打造山棍来到圣星域 就是为了救我祖书的 好 我帮你 腾蛇之力 他人呢 做了什么 为什么圣牢的空间禁止消失了 叔 我来救你了 好 糟了 怎么回事 一个不得了的人被放出来了 小娘子 原来你在这儿啊 可真让我好找 胡笑 有个犯人逃出来了 快帮我把他抓住 一个囚犯有什么好怕的啊 你自己处理可以了 不要带这个女人回去做我的老婆 胡笑 这里关的是圆红啊 我管他是什么红 我只要他 美人 你是我的了 你刚才说 管他什么红 哼 不知小儿 知道老子是谁吗 一个囚犯 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战斗能力 这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胡笑 快 快 快投进狱掌 困了老子这么久 如今老子出来了 又怎会让你活命 叔 你没事就好 天罢 你做得不错 你先休息一下 带我处理掉这个小喽喽 带来你 你行吗 圣经强者 没想到 元天罢的叔叔 竟然是圣经强者 比宗主还要厉害 如果他愿意帮我们救宗主的话 这次的赢面就很大了 你们战员一族 还真是战斗狂人 刚出来 就只顾着打架 好了好了 你消停会儿吧 圣经强者 还用你帮忙 不 我只想撬死他 若是让元红脱困 我们谁都想想好过 都怪你们这些家伙 在这里吓折腾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 我倒要看看 元红被困了百年 还有多少力量 能够和主上一较高下的家伙 你说他有多强 我的圣老 会被他毁掉的 那楚星河到底在何处 你自己去找 我不知道 龙将 我们走 二哥 你如何了 死不了 那家伙虽然是圣经强者 但关押太久 实力还没有完全恢复 必须尽快将他拿下 又来三只小蚂蚁 久接境界而已 老子还不放在眼里 傅语装死了 被元红一击就斩杀了 没办法 一起出手拿下他 给我滚 不错不错 虽然能打得我后退半步 叔叔 接着 圣经武器 太好了 一旁看着叔叔我 怎么戏刷他们 如虎不现 你如何是老子的对手 你群砸碎 这个人太爱打架了 这战斗 也不知道持续到什么时候 趁着他们火拼 我还是自己去找宗主吧 腾蛇之力 宗主 你一定要在这里 我的星辰之力 也不够在施展空间传颂了 你的空间之道还算不错 告诉你 蜀狂就在我身后 想救他 救过我这关 腾蛇之力 你这女娲不错 可愿意做我的徒弟 你们这些人真好玩 一个要我做她的女人 一个要我做徒弟 我怎么这么说欢迎 我是看中了你的前置 可以传承我的一波 多少人想要争着做我徒弟 我都不想收 大好机会在你面前 你却不屑 你认真考虑一下 我牛将的话 不会说第二遍 机会失去了 就不会重来 好吧 我考虑一下 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拜你为师吧 如果你是为了蜀狂 这事就不要商量了 我只能答应你 你拜我为师 交出星辰图 我可以向主上求情 饶你们一命 其他的一切免谈 那还说什么废话 你给我让开 你的实力不错 可是比起我 还差远了 好强 这家伙的实力 已经接近九级巅峰了 比那个狐猛男还强 你的藤蛇天赋 还算可以 但是境界不够 再怎么挣扎 也只是徒劳罢了 我愿意当我的徒弟 便请祝你 给老二当媳妇吧 是啊 师姐 放开神面 到我这儿来 消失了 怎么回事 他怎么能在我眼皮底下 使用空间转移 星辉 宗主就在这里 你也想好一点 那个家伙很可怕 有九级巅峰的实力 一眼就可以洞察到 我们的存在 好 师姐 你先恢复一下 我来后悔他们 清禾 不可立敌 现在只能想办法 先救出宗主 然后合力击败他 有苦快 不好 星辰图 几乎处于隐形的状态 还是被察觉到了 这家伙 果然实力非凡 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牛眼 找到你了 这头牛好厉害 能发现星辰图的存在 不能这样躲避了 得让世界好好恢复 爹 臭小子 你总算来了 爹 我这就救你出来 我这就救你出来 水兄 帮我挡住片刻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火武身腿 吃你龙爷爷一掌 奇节妖兽而已 别敢在我面前叫嚣 石河 我好像挡不到片刻 这家伙太强了 想救楚皇 你们做不到 爹 你知道 要怎样才能破开这个牢狱 你带有圣兵来吗 这个牢狱 需要圣兵才能打破 圣兵 我有 就凭你们这点能耐 想在我手底救人 太天真了 阴阳并济 怎么回事 难道楚星河他 是爹爹 我感觉到爹爹的气息了 楚星河救楚爹爹了 楚狂 被救出来了 什么 大哥居然失守了 看来 今天不少强者出师啊 不过你们还是先管好自己嘛 原红 你休要掌控 我这就去秦主上来制裁 龙将 虎将 你们俩挡住他 敢威胁我 你们阻止不了我的 就算是书主来了也挡不住 先宰了你们两个 二哥 只能拼了 不愧是藏与万劫之主 一成长短的足书 万人帝缘 我已经找到我爹了 照约定 这场赌局已经是我赢了 我该带我爹走了 那也要你带的走才行啊 你要反悔 反悔 难道天彪没和你说清楚 必须要从我手里将你爹带走 才算你们赢 将星辰图交出来 否则 你跟你的父亲 统统都得死在这里 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你们圣星遇的都是一群小人 出而翻而 小子 还是凭实力说话吧 爹 一会儿你放开神念 进入星辰图休息会儿 恢复一下 我来会会他 星河 你要小心 他是万劫之主 最强的手下 人称牛将 四战将之首 九戒巅峰实力 只差一步 就踏入圣经了 放心吧 今天不管他是牛是马 都得给我趴下 水球 你也回来休息一下吧 哎呀 也不知道叫我出来干嘛 这我哪挺得住啊 你一次求多福吧 嗯 他们怎么不见了 这就是星辰图的能力 废话那么多了 开打吧 苍龙献 力量提升这么多 这也是星辰图的能力 玲珑拜见宗主 宗主终于获救了 玲珑丫头不必多礼了 这就是我儿的星辰图吗 好充沛的星辰之力 是的 宗主快恢复一下吧 星辰图内修炼速度很快 而且也可以直接看到外界 嗯 不错 星河估计 他撑不了多久 我得赶紧恢复一下 出去帮他 而且我感觉到 万界之主 就要赶来了 你 可恶 真不愧是九阶巅峰境界 根本伤不到他 甚至到现在 他都还没用出新魂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快使出来吧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看吧 仓龙白虎 跟他没把武器上的朱雀玄武 这四大星魂 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 难道是星辰图的缘故 没错 只有这个可能 不过没用吧 区区六阶实力 不过是萤火之光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你想看我 是要付出代价的 阴阳 兵机 臭小子终于有出息了 是啊 星河当真精彩绝宴 阴忍这么久 现如今展现出来的实力 足可以震慑整个万界星河 臭小子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四大顶级星魂配合在一起 果然不凡 木之生机 井之摧毁 火之盆灭 水之连绵 你小子将来迈入圣井都有望 是一块好料子 奈何你是楚狂之子 主上交代的任务必须完成 所以到此为止吧 向逆乾坤 小子 你要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好像 九节颠覆的实力 还是难以撼断 交出星辰图 不然 先看你一只手 糟了 没有星辰之力了 堂堂圣星玉牛将 就这么欺负我家小子吗 肉身成圣 爹 你恢复了 星辰图果然神奇 臭小子 你先休息一下 看爹替你找回场子 不可能 你的力量这么强 在你们利用圣牢折磨我的时候 正是磨练我肉身力量的时候 如今我肉身成圣 区区求结 又算得了什么 麒麟燕神拳 你好厉害 怎么样 够解气吗 老爹就是牛 楚狂 你终于出来了 会吧 难道他和老爹 有什么不清楚楚的关系 季妃 我姐姐喜欢楚狂 当初就是因为她 才被流放到赤颜辛 爹 绵儿都长这么大了 好了 楚星河 我相信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 快把星辰图乖乖交出来 我就放了你妹妹和你这些伙伴 不然 你妹妹如花似玉 就别怪我落手无情了 我劝你乖乖把我女儿放了 不然 别怪我大堪杀戒了 天镖小心 楚狂已经肉身成圣了 袁虹 你敢毁掉圣老 主上马上就会降临的 老子说了 谁也拦不住 孰竹也不行 这地方困我百年 该毁了 又一个圣经强者 老二老四 怎么回事 大哥 是万人敌袁虹 混乱中被放出来了 该死 两个圣经 三妹也不在 不然 不然我们四战将结阵 可以将他们一起镇压 不过 我命令你拿下圣红 不然 我就杀了你女儿 你敢 你敢 好一个圣红 被困百年 因人至今 不愧是战缘一族 不过 万界早已经对我归心 区区圣经 也改变不了大局 主上 不应该更关心 楚狂和记事师的情况吗 哼 这对狗男女 你以为我会放过他们吗 那主上 为何放任他们 在圣牢作乱 如今圆红逃脱 而楚狂 也达到了半生肉身之际 牛将虎将还有龙将 只怕是留不住他们 别着急 圆红和楚狂 可不一定是一条心的 您不怕出现意外 哼 我就怕意外不出现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臣妾不懂主上的意思 主上 接下来怎么办 吐妃 你有多久没有出过手了 楚行和 既然你不知好歹 你就先杀一个 看有几箭剑 你山步 火舞神腿 怎么会 你没想到吧 多亏了铁兵大叔帮忙 他们肯定会将你们当作人质 一会儿见机小事 该死的铁兵 哼 霸天彪 这下你还有什么手段 是不是 该你求我放过你了 那不能够 她这么欺负我们家灵儿 怎么也得打断她一条腿啊 对吧灵儿 对 一点 打她 有几条腿都打断 这小妹妹 倒是狠 牛匠 克服抵挡片刻 父王应该已经知道了圣老的情况 一会儿就会清理了 如此局面 也不知能抵挡多久 哈哈哈哈哈哈 等 你等着住吗 叔主的儿子 老子先撬死你 走啊 叔主你终于现身了吗 来吧 不对劲 星河小心 保护好灵儿 对付你们 还需要主圣出手吗 哼 我来便可以了 兔将 拜见土匪 主上说了 元侯你若是肯归降 他便封你为猴将 坐守元侯兴 依旧当你的一方霸主 我要做一方霸主 还需要他属主批准吗 他还是想着怎么保住自己的王族 我 请我一股子将他打下来 哼 一只臭猴子而已 当真以为自己能是万界之主的对手吗 关了百年 脑子是不是关坏 当初能抓你进圣牢 现在想捏死你 也是一样简单 嗯 嗯 挑死你 元侯你真的是没脑子 四战将节阵 糟糕 大意了 星河快跑 flor 啊 啊 编术 典贼完 你 修想困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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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 你没事吧 楚星河 你们愁不去 向我摇尾起怜的 灵儿 小风 乌勇 你们先进星辰图休息 星辰图 果然在你身上 把他交给我 我立刻放你们离开 没办法 如今阶下之球也只能给你 你把法阵开个小缝 我也出不去 我把星辰图丢给你 好了 扔出来吧 剑好了 数速之力 天兵 猴子 你敢耍花样 放我们离开 不然 我让他陪葬 楚筐 你别乱来 放开天镖 楚筐 你可知道这么做的后果 哼 把我关了这么久 还想动我儿子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楚筐 你这么做 就不怕被灭族吗 到了这个时候 我还有什么可怕的 楚筐 你快放了我 不然我父王来了 定会将你随时万段 你这个二世祖 就闭嘴吧 楚星哥 你 我怎么了 如今落在我的手上 还敢这么嚣张 楚星河 有话好好说 你还年轻 放了天镖交出星辰图 你们就可以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哼 你们也别说话 唧哩呱啦的听烦了 多说一句我就揍他 首先呢 撤掉这个法阵 请我们离开 然后 好吃好喝招待我们 回吧 再请我们去 万界之主的王坐坐坐 我玩够了呢 用那艘凤凰船 送我们回蓝地星 等我折磨这家伙十年八年的 我自会把他放回来 放心 不会让他死的 丑星河 有本事你 都叫你别说话了 有本事怎么了 我就是比你有本事 楚狂 你生的这个小魔王 可比你当年狂多了 看得我都想上去打两下 出出气了 竹竹关了我这么久 自然要带他也回去囚禁个十年 PAOL 放了我儿子 淑主 信不信我真将你儿子干掉 把他放了 再把星辰图交出来 你们可以走 否则别怪我打开杀戒 万一我们把人放了 也把新神图交出来了 你还要杀人怎么办 放肆 我们主圣一诺前金 不会出尔反尔的 这场赌约本来就是我赢了 但你们还在纠缠不清 还有脸说 副里行赌约的是天标 不是我家主圣 行啊 不要说了 吴皇 你决定吧 好 那你对星界起誓 如果出尔反尔 将被星界驱逐 不得好死 你要是不起誓 就尽管杀了我父子俩 这样 你就永远也没想得到星辰图了 对 大不了一心 反正也有几个垫背 反正也有几个垫背了